霸天武魂,第1521章,秘书塔 作者,千里牧尘 冠冕堂皇,却是一派胡言 月女冷漠地说道,既然你不肯罢手,那就不要怨我出手了 她腾空而起,赴于半空之中,犹如那月宫仙子一般,光彩夺目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杀向了那位盟主 那盟主身旁的两个女舞者出手阻拦 然而在暴怒的月女手下,却连一招也走不过 瞬间就被击杀 月女殿下,果然厉害 不过本作也不怕你 那盟主收起了火凤作旗 而后于月女就在沙龙林上空大战起来 并没有人插手 因为有些人是有心无力 而有些人,则是懒得插手 有月女牵制住那位盟主 灵霄顿感压力大减 最起码刚刚一窝蜂涌向她的天魔 此时又一次便少了起来 不过因为刚刚消耗太大 她必须得找个地方先恢复一下 否则以现在这种状态去救冷媒 搞不好反而会给冷媒拖后腿的 天魔战场之中 有一些特殊的高塔 这些高塔很是奇特 塔间有奇异的秘术炮 只要天魔靠近就会射杀 高塔周围还有奇异的光幕 可以阻止天魔闯入塔内 想必这应该也是前人留下来的遗迹吧 当年万祖与天魔作战 靠着这种秘术塔 才能有喘息的机会 混蛋 等我休息好了之后 再找你们这些家伙算账 灵霄亲眼看到一个常乐仙道的舞者 进入了秘术塔之中 而追杀她的三个天魔 竟然不敢靠近 秘术塔的秘术炮 威力可不小 第五栋天径以下的天魔 基本上是被直接秒杀 第五栋天径以上的 才能抵抗一会儿 但依然是非常危险 那人虽然有些狼狈 可是不管怎么样 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秘术塔 实在神奇 想到这里 灵霄也抬脚朝着秘术塔走去 他也想找一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之后再去找冷媒 他已经以灵魂力 联系了其余几个同伴 让他们朝自己靠近了 之前因为灵魂力被屏蔽 只能感应到 却无法进行沟通 也不知道现在什么原因 这种联系居然畅通了 难道是外面那个处处 针对我的人遇到了麻烦 灵霄不由咧嘴一笑 他想到了月女 他的月女姐姐 可是不会眼睁睁看着他吃亏的 面对这种情况 绝对会愤然出手 这一点毋庸置疑 正想着 远处骤然有数道魔光袭来 灵霄看都没看 身上燃起赤阳雨衣 但凡靠近他的天魔 只要实力稍差一点 瞬间就被炽热的高温点燃 他并未回头 继续朝秘术塔内走去 天魔们也选择了停止攻击 灵霄的可怕 他们还是能判断出来的 穿越光幕的那一瞬间 灵霄能感觉到 体内一股暖流 顺畅地在血液之中流淌 非常的舒服惬意 呀 这不是灵公子吗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说话的 正是之前那个常乐仙岛的弟子 被天魔追赶 来这里躲躲 灵霄淡淡笑了笑 这种事儿 无需解释太多 嘿嘿 有您来这里 那就太好了 黑鸭帝国和彼岸仙岛的那些家伙 就嚣张不起来了 常乐仙岛的弟子 一脸的兴奋 怎么回事儿 灵霄问道 这秘书塔一般有三层 第一层只提供躲避 对疗伤和恢复 没有丝毫的帮助 第二层会释放特殊的光能 辅助疗伤 但也仅仅只是疗伤而已 第三层就厉害了 不仅疗伤速度大增 而且还能恢复体力和内力 所以这第三层 是舞者们必争之地啊 常乐仙岛的弟子回答道 说到这里 他忽然无奈叹了口气道 可惜第三层如今被黑压帝国的 第三杀星霸占 第二层则被彼岸仙岛的 几个舞者占据 我刚刚还在里面疗伤来着 这一次就不行了 哄 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人影 被直接从第三层轰了下来 坠落到地上 满身都是鲜血 被轰出来的 是天鹏仙岛的弟子 上面同时还传来一句话 你们天鹏仙岛 居然跟那灵霄为伍 那就别想在这里 占到一点便宜 不杀你 就已经是仁慈了 灵霄皱了皱眉 感情这天鹏仙岛的弟子 竟然是因为他才遭受到了波及 既然如此的话 他就该做点什么了 这里有天鹏仙岛 和常乐仙岛的弟子 都跟着我来 灵霄站了起来 他需要一个恢复体力的好地方 顺手帮帮常乐仙岛 和天鹏仙岛的人 也是不错的 别人虽然给他滴水之恩 但他也要涌全相报 林公子 别怪我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啊 咱们这里的舞者 实力都有点差 最强的就是那位被打伤的了 秀为第七栋天境 而第二层彼岸仙岛那几个舞者 都是第八栋天境 和第七栋天境的 至于黑鸭帝国的第三煞星 实力更恐怖 您可要想清楚啊 常乐仙岛的弟子 担心地说道 他因为在里面 所以没见识到 灵霄灭杀积天明等人的场景 根本不了解 现在的灵霄 有多么恐怖 这种担心 也是有道理的 不错 实力不行强行上去 结果只会跟我一样 那个受伤很严重的 天鹏仙岛舞者 无奈说道 灵霄没有解释什么 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所以他干脆一个人 走了上去 让这些人 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就自信了 灵公子 千万小心啊 走 咱们几个没受伤的跟着 万一灵公子有危险 也可以拼一拼 常乐仙岛的弟子 或许是受了 常乐老祖的影响 对灵霄还真是不错 见灵霄要去冒险 急忙招呼了众人一声 就跟了上去 第二层里边 几个彼岸仙岛的舞者 正在那里盘膝恢复 他们跟天魔有过激战 甚至过程中 还曾遭遇到了龙尘 本来打算灭掉龙尘的 却不想 被龙尘那家伙 引入到天魔窝里 差点死了 等恢复好了 就去灭了龙尘那小子 那家伙实力不强 脑子倒是挺好使的 居然敢耍咱们 一名舞者恶狠狠地说道 灭了龙尘 你们就不怕灵霄吗 怕他的鸟 一个名气大于实力的垃圾而已 真以为他是绝顶高手啊 等等 你是谁 彼岸仙岛的舞者 随口回答了一句 可是察觉到不对劲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2章 比天魔还狠 还可怕 彼岸仙岛的舞者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问话的并不是他的同伴 而是从门外走进来的舞者 这帮菜鸟 还真的是不知道死活啊 居然真得赶来这里 他满含杀意地 看向了门口那人 下一刻 目光中却透着几分恐惧 然而很快 这种恐惧就消失了 因为只一见 灵霄就将他送上了无边地狱 圣朝仙岛在这里面的人 已经全军覆没了 暗神殿和水神殿 各自派了一人进来 也被我杀了 接下来 就该你们彼岸仙岛了 灵霄本来还没这么愤怒 可是刚刚彼岸仙岛那人的话 却让他动了杀机 这些人 果然实在针对他 不仅想要杀他 还要杀他的朋友 既然如此 那他为什么不能先下守围墙呢 又是几道剑光飞出 彼岸仙岛在这里的十名舞者 全部被杀 这些人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灵霄的剑 实在太快 快到令人无法反应 常乐仙岛的那个弟子 探头看向了里面 本来还想查看怎么回事呢 可是这一看 直接吓得浑身颤抖起来 妈呀 这也太强了吧 灵公子 果然名不虚传 难怪老祖让我们对他好点 这弟子无比的庆幸 自己没有跟两个副导主走太多的弯路 否则的话 今天还真是麻烦了 行了 你们先在这里疗伤吧 尤其是你 伤势可不轻啊 我上去挥挥那个第三杀行 灵霄回头说了一声 而后从第二层走出 朝着第三层走去 第二层的舞者们 还在收拾里面的尸体 感觉还没过多长时间 就听到外面什么东西掉了出来 他们纷纷冲出来 朝地面看去 发现第一层的地面上 扔着一具尸体 不是第三杀行 还能是谁 几分钟时间 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个黑鸭帝国的第三杀行 怎么说 也应该是第九洞天晋舞者吧 就这么轻易被杀了 灵霄太恐怖了 众人议论了许久 最终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不到一分钟时间 或许只是几十秒 甚至十几秒 这样可怕的实力 真得让人忌惮不已啊 那家伙 到底有多强 一记之门外卖呢 舞者们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灵霄的表现 实在太过惊艳 这家伙 应该与龙皇榜上前十名相比 也毫不逊色了吧 灵霄在秘书塔第三层 只待了一刻钟时间 完全恢复之后 便速速离开 前往寻找冷媒 在途中 他遇到了龙臣 被彼岸先倒的三名武者 黑水先倒的七名武者追杀 龙臣尽管有些狼狈 然而却已经凭借自己 那恐怖的天赋血脉 三个人 否则的话 现在追杀他的 就是十三个了 灵霄二话不说 一箭破空 巨大的饕餐 统治了整个空间 正在追杀龙臣的十名武者 当场殉命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究竟是谁出的手 这家伙疯了 黑水先倒的武者们 都站了起来 他怎么敢如此 还真敢说啊 允许你们的人 追杀我们清虚学院的弟子 就不允许 我林大哥杀你们的人 这是哪门子道理 但要林讽刺的说道 对啊 说你们无耻 你们还真不客气啊 林罗也跟着起哄道 他可是被追杀过的 而且险些殒命 所以对于这些家伙 没有丝毫的同情心 片刻之后 龙臣破空而出 在林霄的帮助下 他完成了考核 离开了天魔战场 而后 林霄继续前行 路上又遇到了上官红 这家伙刚好将黑鸭帝国的第五杀星斩杀 但自己也受了重伤 可谓是两败俱伤 林霄给了他一粒疗伤药 随便引过来几个天魔 帮着上官红完成了任务 如果规则公平的话 上官红和龙臣都不需要林霄帮忙 然而这个考核 本就不公平 所以林霄帮忙 一点都不迟疑 上官红完成任务 也离开了天魔战场 此时的天魔战场里面 属于清虚学院的舞者 还剩下三个 林霄 冷梅 姬明空 姬明空还在跟黑鸭帝国的第四杀星激战 看起来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 不过倒也没有生命危险 只有冷梅非常危险 天魔战场某处 冷梅又一次避开了棕玉彼岸花的杀招 然而脸色却更加难看 面对三名高手 他真得倾尽全力 也无法取胜 我还不能死 主人还需要我 冷梅咬了咬牙 身形闪烁 犹如鬼魅一般 扑朔迷离 他的目光 盯紧了凤鸣乌山 此人是三个人 之中修为最差的一个 战斗过程中 他一直在观察对方 终于找到了其破绽所在 必须得先灭掉一个 这样一对二 还有取胜的希望 好骄傲的女子 难怪我师兄会对你动心呢 不过你就是太蠢了一点 那灵霄有什么好的 一个贱民而已 比得上我师兄吗 他可是龙皇榜上排名第四的强者 灵霄在他面前 一文不值 宗玉彼岸花 也是暗暗心惊 他真得没有留守 或者说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手下留情 可是这冷霉 就像是天生的杀手一般 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和极为恐怖的嗅觉 以及战斗技巧 每一次危险降临的时候 他都能避开 尽管受伤 却没有大伤 龙皇榜 那只是因为主人没有参加排名而已 否则 第一名必然是他 冷眉不屑地 看了宗玉彼岸花一眼道 这个时代 是属于我的主人的 他不死 我也不能死 他的气息 骤然变得更加恐怖 似乎在战斗之中 居然有了一些突破 杀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窜了出去 目标正是凤鸣乌山 哼 居然冲我来了 真是愚蠢 凤鸣乌山冷笑了 一声 他承认三个人之中 属他实力最弱 但是论志谋 他却是比另外两人更强 既然猜到了 冷眉会冲他来 他又怎么会不做好准备呢 扑吃 冷眉的剑 扎入到了凤鸣乌山的身体之中 然而却没有刺入肌肤的那种感觉 却仿佛扎入到了木头里面似的 那是忍足的替身卷轴 想杀我 可能吗 凤鸣乌山的声音 从另外一处传来 充满了得意之色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3章 汇聚 秘书塔的最后一站 小心 揪魔之言突然叫了起来 凤鸣乌山愣了一下 随即 就感觉到后心刺痛 一柄犀利的匕首 已经扎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他再去看另外一个冷眉 却发现 那只是一朵鲜艳的梅花 聪明反背 聪明物 说的就是你吧 冷眉朱砂凤鸣乌山 旋即迅速退走 身影再度没入黑暗之中 该死 这丫头居然还有这一招 竟然一直都没有用 宗玉彼岸花心中惊恶不已 三个人都杀不死冷眉 两个人 可以吗 别关心别人了 照顾好自己吧 一个清冷的声音 骤然从侧面传来 而后 宗玉彼岸花 就感受到了恐怖的冰冷之意 仿佛天地都要冻结一般 凤鸣飘雪 你干什么 宗玉彼岸花 花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这个 他做梦也没想到 一直围杀冷眉 最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反而被别人所杀 干什么 杀你呀 凤鸣飘雪 慵懒地撩了撩额头的头发 而后淡淡说道 刚刚你好像杀了我们 常乐仙岛的人吧 此时的揪魔之言 早已经不知去向 那家伙倒是精明 看到情况不对 急忙选择逃逸 多谢了 冷眉的身影浮现 明显有些虚弱 不用 要谢就谢你的男人灵霄吧 我欠他的 再会 凤鸣飘雪 玩耳一笑 转身消失 他的任务 其实早就完成了 之所以留下来 纯粹就是 想要报恩的 本来是打算去帮灵霄 却正好遇到了冷 没有麻烦 顺手为之 常乐老祖 这是怎么回事 比赛 我看仙岛的宗欲 宗欲惊爵 暴跳如雷的吼道 还能怎么回事 你们 彼岸仙岛的弟子 弃如我 常乐仙岛 林霄帮了他们 我那外孙女为了报恩 又帮了林霄的女人 这很正常啊 常乐老祖 淡淡笑道 别人畏惧 宗欲惊爵 他可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嗯 正在赶路的林霄 忽然愣了一下 旋即便放松地笑了 没想到 冷眉居然被 凤鸣飘雪所救 看起来 自己不用着急了 他以灵魂传音 告诉冷眉 完成考核之后 立即离开 继而转身 前往了另外一座秘书塔 机鸣空和第四煞星 此时都在这座秘书塔之中 两人战斗过程中 两败俱伤 最后遭到天魔追杀 不得已躲入其中疗伤 现在清虚学院的人之中 就剩下机鸣空还没有离开 林霄自然要去找他 而同一时间 第四煞星也联系了 纠魔之言 第二煞星前往那里 利用机鸣空来围杀林霄 与此同时 凤鸣天山 凤鸣军山 也脱离了战斗 同时前往 另外 神皇学院的巨蟒皇子蟒生 鸣凤皇子鸣海流 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残余的彼岸仙岛弟子 黑水仙岛弟子 也一起赶往 这似乎是要对林霄 进行一次完美的绞杀 除了他们之外 残余的五宗岛舞者 也接到了五仙岛各自上级的命令 一起前往这座秘书塔 林霄 必将葬送于那里 这是所有敌对势力的期待 没有了这些人的纠缠 长乐仙岛和天鹏仙岛的舞者完成任务 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除了被天魔所杀的舞者之外 这两座仙岛都有多达十几人完成了考核 最终离开天魔战场 不过也有没走的 一个是凤鸣飘雪 一个是凤鸣莲 还有一个姬洛宇 一个君子剑月天涯 这四个人之中 唯有月天涯这家伙 虽然是长乐仙岛的舞者 但却是来杀灵霄的 曾经在神皇帝都 他让灵霄放过莫聪 然而灵霄不给他面子 结果他恼羞成怒 企图诛杀灵霄 结果反而被灵霄击败 颜面大师 但当时他的修为 就比灵霄强大许多 只不过是因为被灵霄 配合强大的灵魂力给吓住了 所以才选择了逃跑 这一次 他是铁了心 要让灵霄死了 当然 这一切灵霄并不知道 他现在只是一门心思 想要就鸡鸣空出去 然后自己也离开这里 反正已经通过考核了 没必要再浪费时间 大哥 听到传音了吗 究竟是什么人 让咱们前往那里 路途之中 凤鸣天山与凤鸣军山碰头 凤鸣军山困惑地问道 不会是一个陷阱吧 凤鸣天山冷笑道 那个声音 我知道是谁 放心吧 他不会对咱们不利的 灵霄这一次 算是得罪了 最不该得罪的人 他再劫难逃了 我一定要让他承受 千刀万剐的痛苦 凤鸣军山笑道 大哥你太仁慈了 只是千刀万剐 未免太便宜了他 倒不如将他直接废了 然后扔到天魔战场 让那些天魔好好享受一番 如此一来 那小子就是神魂俱灭啊 嘿嘿嘿 不错 只有这样 才能消解咱们的心头之恨 为父君报仇血恨 凤鸣天山点头笑道 泽泽 好可怕啊 这灵霄得罪 你们皇室 也真得是够倒霉的 否则的话 假以时日 他怕是能够大放异彩 让白虎大陆的那些舞者 都为之震惊吧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月天涯从天边飞来 君子剑 你要帮那灵霄 凤鸣天山皱眉道 怎么可能 灵霄与我有深仇大恨 我岂会帮他 现在的我 恨不得将他十股销魂 彻底灭掉 月天涯突然露出了 猙獰的表情说道 一记之门外 常乐老祖脸色很不好看 月天涯虽然是曾经的 两位副岛主的人 可是现在也仍然是 常乐仙岛的人 他如果对灵霄出手 那么恐怕会惹来灵霄 对常乐仙岛的抱负 岛主 何须担心呢 飘雪会解决他的 旁边 丹风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笑眯眯的吃着花生米说道 这个龙皇榜上 排名第一的年轻舞者 竟然看起来是 那样的不修蝙蝠 这一点 倒是与九魔剑有几分相似 只是他那蓝散的风格背后 却透着令人不敢直视的恐怖 说的也是 常乐老祖顿时松了口气 他自然是想要与灵霄结盟的 所以跟灵霄作对 绝非他之所愿 冷眉怎么还没出来 清虚学院的方阵之中 蓝玉儿突然问道 不用找了 那个丫头的性格 你还不了解吗 灵霄没有离开天魔战场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不过这样也好 以他的实力 绝对能帮到灵霄的 清虚学院院长 凤青岩看着一记之门说道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1524章 跟他作对 死路一条 灵霄还在里面 冷眉怎么可能出来啊 凤青岩作为清虚学院的带队 一直都没吭声 此时月女和那盟主 在天空之中大战 她就成了主心骨 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 对啊 冷眉那丫头 是不可能舍弃灵霄的 蓝玉儿苦笑不已 花略影 花浮光 龙晨和上光红 都不由垂下了头 感觉有些不太好意思 行了 你们就别多想了 冷眉的实力 跟你们不一样 她留下是帮忙 你们留下就是添乱了 你们出来 是最明智的选择 凤青岩叹了口气道 这个灵霄啊 真是好运气 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天赋异禀的好朋友相助 难得啊 灵公子 可算找到你了 那座 秘书塔不能去啊 路上 灵霄遇到了一个 天鹏仙岛的弟子 他似乎一直都待在这里 等着灵霄 为何 灵霄好奇地问道 刚刚几乎所有的人 都接到了某个神秘声音的通知 要在那座秘书塔围杀你呢 天鹏仙岛的弟子 回答道 我也听到了 灵霄笑着说道 那个声音 是一个沉稳的女生 与外面那位盟主的声音 如出一辙 灵霄相信 就是那家伙干的 毕竟这一技之门 是他开启的 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会吧 你听到了还要去 天鹏仙岛的弟子 惊讶地看着灵霄 完全愣住了 不去不由我呀 相信那人也算计到了 知道我即便知道了 那是龙唐虎穴 也会去闯的 灵霄轻笑道 多谢你的提醒 我没事的 再厉害的算计 在实力面前 都是虚无 你赶紧先离开这里吧 小心点 说完话 他没有回头 反而是提速朝着 那座秘书塔飞去 这一战 不可避免 他灵霄是不可能 看着自己人 被困秘书塔之中 却无动于衷的 更何况 这样把所有的敌人 都集合在一块 其实对他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省去了大把的时间 不用到处去找了 来了 灵霄出现了 最早抵达秘书塔的 是彼岸仙岛 和黑水仙岛的舞者 一共是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 修为都在 第五栋天径之上 最强的一人 应该是 黑水仙岛二号人物 第十栋天径的高手 至于叫什么名字 灵霄实在懒得去问 反正很快 就是一句死尸了 这些人并不知道 灵霄之前所做的事情 所以 在他们看来 十二个人围杀灵霄 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杀了他 灵霄的性命是我的 这十二个人 居然把灵霄 当成了可以随意切块的 唐僧肉 同时扑了上来 嗷嗷直叫着 简直比那些天魔 还更加邪恶 黑暗剑狱 黑龙笑天 吞仓穷 灵霄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 手中黑暗魔剑一抖 黑暗剑狱骤然产生 而后 无数的黑龙在他周身盘旋 宛若无数的触手 看起来极为恐怖 杀 扑扑扑扑扑扑扑 恐怖的黑龙剑气破空而去 在这天魔战场之中 融合了天魔战役 威力暴增 随着刺耳的声音响起 十二个人的组合 瞬间就剩下三个人了 其余的 全部被杀 临死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得罪 如此可怕的武者 什么情况 这灵霄怎么会如此强悍 他的剑招在这天魔战场之中 居然比在外面威力还大了 这家伙 不会是天魔吧 太大意了 早知道如此 就应该等其他人来了之后 一起攻击的 现在怎么办啊 高扬 另外两人 都知道 那个黑水仙岛的武者实力 是最强的 自然为他马首是瞻 对 先进入秘书塔之中 跟黑鸭帝国的第四杀星会合 咱们的人 应该很快就会到的 我还就不信了 那么多人联手 弄不死一个灵霄 黑水仙岛的高手 被灵霄那今天的黑龙剑狱给吓着了 根本没有了丝毫的战役 说得好听是撤退 其实说白了 就是狼狈而逃罢了 他知道 秘书塔里面还有第四杀星仔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战力 然而 灵霄会给他这种机会吗 啊 手中的黑暗魔剑 骤然化作了一条长龙 以极快的速度扑了出去 黑色的长龙 足足有数百米长 仿佛能够将空间都撕裂成两半 恐怖的剑意 简直锐不可当 只是一瞬间 那残存的三个武者 包括黑水仙岛的那个家伙 当成就被黑色的长龙吞噬 连尸体都消失不见了 这家伙 太凶残了 看来用天魔战场企图困住他 根本就是一件错误的选择 黑水仙岛岛主 冷冷看着一记之门里的灵霄 第一次对盟主的做法 产生了怀疑 然而可怜的他 并不知道 那位盟主真正的心思 表面上是为了诛杀灵霄 实际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恐怕只有那盟主 自己心里头才清楚 黑水仙岛 圣巢仙岛 彼岸仙岛 现在都已经是全军覆没了 为了诛杀灵霄 竟然全部死在了天魔战场 没有一个人通过考核 暗神殿只派了一人 被灭 水神殿也派了一人 被灭 黑鸭帝国 还剩下揪魔之言 第二杀星 第四杀星 似乎与灵霄为敌的势力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是啊 真不知道这是他们围杀灵霄呢 还是被灵霄狩猎呢 究竟还有谁能够灭掉灵霄呢 很多好热闹的人 竟然开始期待 有能够对抗灵霄的强者出现了 嗯 那是谁 众人看到了秘书塔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那是巨蟒皇子莽生吧 十大皇子之中排名第四 他或许可以诛杀灵霄 很多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莽生出生于最城 他跟灵霄也有着血海深仇 因为灵霄第一次去最城 就直接灭掉了莽生的家族 虽然说 那是他的家族主动找死 先对灵霄出手 但他可不会管那些 反正是灵霄的不对 莽武是你什么人 灵霄抬头看了一眼莽生问道 我轻点 莽生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出手 否则你们家 只怕真要绝后了 灵霄有时候都觉得这些人可怜 明明实力不济 却要前仆后继地来寻死 搞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杀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5章 神龙射黑马 当然 灵霄说自己不好意思 那只是说笑而已 胆敢对他出手的人 他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嘿嘿 怕了吗 不过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别想活着了 莽生似乎没有搞清楚 灵霄那番话的意思 壮硕的身体背后 一条巨大的黑莽 抬起了猙獰的头颅 那巨大的眼睛 死死将灵霄盯住 恐怖的力量 再不断释放 好可怕 这就是第四皇子的实力吗 灵霄这一次 真是遇到麻烦了 这家伙 可是半步阴阳镜 一成阴阳原力的舞者啊 那力量释放出来 很多精密的舞者 就已经看出了 莽生的修为 希望灵霄不要死得太快了 不然就没意思了 围观的舞者们 感觉到了兴奋 他们要看的是一场 强强对话 是一场殊死搏斗 越刺激越好 可是灵霄会让他们如愿吗 灵霄最不爽的 就是被当成猴子一样看戏 所以 在这里面的战斗 他基本上 都会采取最快的解决方式 哈哈 怕了吗 灵霄 你真以为你自己在三十岁以下 就无敌了吗 老子比你大十岁 就比你多了十年的修炼经验 你真觉得这无所谓 莽生痛快地大笑着 那巨大的黑莽 也吐着恶毒的性子 仿佛在向灵霄炫耀自己的武力 怕倒是不怕 反而很兴奋 啊 灵霄的身后 一条巨大的神龙 盘旋飞舞而出 比那黑莽更恐怖的身材 更恐怖的气息 对着黑莽嘶吼了一声 那黑莽 竟然朝后色缩了起来 比武魂吗 我的肯定比你的更强 太古地狱龙 可是黑暗属性的祖宗 以他来作为战斗武魂 配合黑暗魔剑 威力自然大增 灵霄这也算是看人下菜了 对付这个莽生 这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要先让太古地狱龙 把那黑莽武魂给震慑住 反了天了 还 一条小蛇 也敢与神龙抗衡 嘿嘿 还真是有点意思 没想到你的武魂 居然是传闻中的 太古地狱龙魂 不过从今天起 它归我所有了 莽生双目放光地 看着太古地狱龙 透着强烈的贪婪之意 喜欢的话 自己过来抢啊 就看你有没有那种本事了 灵霄冷漠地说道 黑莽 卸枪 受死吧 莽生没有再废话 手中浮现了一团漆黑的光芒 而后这光芒 竟然化作了一杆长枪 仿佛有黑莽盘踞齐上 充满了邪恶的力量 嗖 黑色的长枪破空而出 将空间硬生生 刺开了一道缝隙 急速射向了灵霄 黑暗魔剑 灭心 剑一爆发到了极致 灵霄手中的黑暗魔剑 裹挟着恐怖的战役 重重击打在了 那黑色的长枪之上 哄 一声巨响之下 灵霄竟然被直接击飞了出去 那黑色长枪之上的力量 简直恐怖如斯 然而 倒飞出去的灵霄 嘴角却倾着一抹冷笑 人们惊讶地发现 莽生燃烧精血 凝聚出来的黑色长枪 注入了黑莽武魂的一击 居然开始被黑色的能量侵蚀 不断腐烂起来 威力也在急速的下降之中 该死 怎么会这样 我的武魂 莽生能感觉到 自己黑莽武魂的哀鸣 然而 那黑色长枪之上的黑色火焰 却燃烧得更加旺盛 是地狱龙火 终于 莽生明白怎么回事了 十二圣火之一 死亡暗炎的祖宗 就是地狱龙火 这种火焰 虽然不如死亡暗炎 那么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难以消灭 但是瞬间的毁灭力 却更为恐怖 灵霄你等着 总有一天 老子要灭了你啊 莽生武魂受创 根本不敢多坐停留 直接选择了 离开天魔战场 虽然杀死灵霄的目标 必须得完成 但是现在 他首先要解决的是 自己武魂的事情 未未 我们真的要跟这样的家伙为敌吗 连莽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不远处 躲着一群舞者 人数大约在十五人左右 这是武宗岛生下来的舞者 其中步伐实力比较强的 他们本来也是 接到命令来围杀灵霄的 可是刚到附近 就看到了灵霄与莽生的战斗 于是心中产生了惊恐之意 是啊 开什么玩笑 跟这种人为敌 那不是找死吗 可是上头的命令 也不能不执行啊 那怎么办 看起来只能等其他高手过来 咱们在浑水摸鱼了 他灵霄再强 但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肯定不是那么多人的对手 只要咱们抓住机会 还是能灭掉他的 最终 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舞者发话了 没错 就应该这样 众人纷纷同意 你们其实应该选择离开 而不是 在这里密谋杀我 觉得我很好欺负吗 突然 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他们的上空 响起 众人急忙抬头去看 看到的 却是一只巨大的金屋 而后 恐怖的光芒 在人群之中炸裂 只是一招 死伤就超过了一多半 本来武宗岛的舞者 整体实力 就不如武仙岛 以及两大帝国 被灵霄这么一搞 十五个人 就剩下三四个人了 然而 恐惧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那几个庆幸没有被杀死的舞者 正想着如何逃命的时候 冰冷的剑意 已经刺穿了他们的咽喉 好残忍的家伙 好霸道的家伙 这就叫先下守围墙啊 简直就是我被楷模 是啊 什么残忍 难道要等对方杀来 再去反击吗 那么蠢的事情 究竟谁才会做啊 一记之门外面 人们看得是心情激动 本来他们还没有从刚刚 灵霄和莽生的战斗之中 回过神来 那场战斗 太令他们失望了 本以为会是一场实力相当的对决 谁知道 莽生那么不经打 一招就逃了 不过接下来这一幕 灵霄的战斗方式 倒是很合他们的胃口 不过这个灵霄 真得是不怕得罪人 他这么一搞 把五宗岛剩下的五岛都得罪了 也有人替灵霄担心 你应该反过来想 五宗岛的人 明明有前面两座岛屿做榜样 他们应该小心谨慎 不去得罪灵霄才好 可是他们呢 真是不把灵霄当回事啊 活该被杀 我看五宗岛不服气 也得憋着 否则的话 免不了灭岛的悲剧 灵霄连五仙岛都不拒 还会怕他们 这才是个明白人 说的话也才是真正的道理 本章完 霸天五魂第1526章 背后捅刀子的亲兄弟 灵霄并不打算去招惹别人 可是别人却要来杀他 他能怎么做 伸长了脖子 让对方去砍吗 他可没那种自虐症 灵霄踏入了秘书塔 见到了正在疗伤的鸡鸣空 顺便把黑鸭帝国第四煞星的脑袋 也给收割了 等他准备带着鸡鸣空 出去猎杀几只天魔 然后退出天魔战场的时候 秘书塔来了三个人 他们是凤鸣天山 凤鸣军山 以及月天涯 灵霄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滚出来受死 凤鸣天山暴怒地冲着秘书塔里怒吼着 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 灵霄早知道会这样 躲避是不可能的 他叮嘱鸣鸣空 继续在秘书塔里面疗伤 而后走了出去 你们终究还是来了 灵霄淡淡道 剑咪 受死吧 月天涯见到灵霄 就像是饥饿的毒狼 见到了美味的食物 手中的君子剑出鞘 顿时剑光闪烁 隐隐间 竟然有电光弥漫 一条跳电蛇 在那君子剑上盘旋废物 恐怖的雷电剑气 犹如一尊雷龙猛兽一般 朝着灵霄急射过去 灵霄看着月天涯的剑 脸上表情只是冷漠 他的身上 黑色的邪恶气息 在慢慢生腾 手中的黑暗魔剑 裹挟着恐怖的杀戮剑意 就那么刺了出去 甚至没有用任何的招式 然而 整个秘书塔周围的天魔战役 都因此被搅动起来 感觉仿佛天旋地转一般 你找死也不用这么急吧 灵霄的嘴角 终于扬起了嘲讽的笑意 月天涯的实力 还不如之前被他灭掉的那个 黑水仙岛的舞者 更不如莽生 莽生都被他一招击退 此人居然敢贸然攻击 看起来对近来发生的事情 这月天涯并不知晓啊 或许在他的眼中 灵霄依旧只是一个普通的第四 甚至第三栋天晋舞者吧 咔嚓 翠亮的声音响起 两把剑碰触的那一瞬间 月天涯的雷电剑气 就立即土崩瓦解 那嚣张的雷龙 被恐怖的黑暗气息吞噬 而后灵霄那邪恶的剑气 狠狠刺穿了月天涯的护体原力 噗哧 身体被刺开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月天涯身形暴退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心口之处 开了一道口子 如果只是普通的伤势 还不足以致命 可是这一件 却是融入了恐怖的太古地狱火 在月天涯的心脏之中 就燃烧了起来 啊 七粒地惨叫声不断响起 凤明天山和凤明军山的眉头 都皱了起来 两人企图去救月天涯 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 那恐怖的火焰 让他们连靠近都不敢 终于 在挣扎片刻之后 月天涯便没有了气息 唉 终究还是招惹到灵霄了 看到这一幕 常乐老祖叹了口气 不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影响他们 常乐仙岛跟灵霄之间的关系 放心吧 岛主 如果他灵霄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那便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他应该知道 那月天涯与咱们无关的 丹丰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懒洋洋地说道 再说了 若灵霄当真找茬 我会亲手杀了他 常乐老祖眼中闪过一抹忧色 丹丰的傲气 不比灵霄差 修为更是比灵霄强得多 恐怕是三十岁以下的舞者之中 最接近阴阳境的一人 这孩子虽然佩服灵霄 但却绝对不会畏惧灵霄 不过这样也好 如果一个舞者没有了傲气 只怕舞蹈之路 也不会那么畅通吧 凤鸣天山 凤鸣军山 你们两个也想不跃天涯的后尘吗 灵霄甩了甩剑上的鲜血 而后看向了那两位公子哥道 好好活下去 不是更好吗 废话少说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你若不死 我们如何面对死去的父亲 凤鸣天山怒道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下去陪你们的父亲吧 我来成全你们这份孝心 灵霄的眸子中 透出了强烈的杀意 他虽然不想赶尽杀绝 可对方要来杀他 他就不会手下留情 话音未落 灵霄手中黑暗魔剑一抖 瞬息间 漫天的邪恶剑意弥漫开来 一股恐怖之急的剑气 撕裂虚空 刺向了凤鸣天山和凤鸣军山 他竟然打算一对二 直接解决问题 上 凤鸣天山与凤鸣军山二人相视一眼 而后合力出枪 两把长枪的力量凝聚在了一起 刺向了那恐怖的剑气 哼 恐怖的力量在空中对决 下一刻 灵霄退了三步 然而 凤鸣天山和凤鸣军山 却连退了四五步 二对一 凤鸣天山和凤鸣军山 居然落了下风 还没结束呢 愣什么愣 灵霄三步退后 身形骤然消失 以更快的速度弹射出去 整个身体就化作了一柄恐怖的巨剑 太极剑体 光影盾 两种融合招式配合使用 一道白光 骤然出现在了凤鸣天山的身前 该死 躲不过去了 二弟 帮忙 凤鸣天山奋力抵挡的同时 冲一旁的凤鸣军山吼道 大哥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然而凤鸣天山听到的 却是一个冰冷到无情的声音 那一瞬 凤鸣军山没有联手抵挡灵霄的攻击 反而是躲在了凤鸣天山的身后 同时将手一推 一掌把凤鸣天山推了出去 正好撞在了太极剑体之上 凤鸣军山很明白 灵霄这一剑的威力 有多么的恐怖 如果他们两个联手 很有可能两人都受伤 但若是让自己的兄长 去抵挡这一击 那他就不用受伤了 虽然这样做 凤鸣天山可能会死 扑哧 剑气洞穿身体的声音响起 凤鸣天山临死那一瞬 回头看向了自己的二弟 他大概是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居然死在自己兄弟的暗算之中 我去 这皇室的人够狠的 也够无耻的 一记之门外 许多舞者都愣了一下 旋即 激烈的议论声响了起来 拿自己的亲人荡挡剑牌 这种事儿 怎做得出来 自古无情帝王家呀 凤鸣天山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凤鸣军山 却没有趁此机会去攻击灵霄 反而选择了逃跑 数百米之外之后 他方才站定 灵霄 你杀我兄长 便是正式得罪了郑祁院 你完蛋了 郑祁院那位平日里最疼爱我哥哥了 这一次 你死定了 别说是你 你的天朝帝国 都要被夷为平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7章 令人极度 四美出手 助灵霄 嗯 忘了告诉你了 外面的人 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灵霄摸了摸脑袋 笑了笑道 什么 凤鸣军山直接傻眼了 外面能看到里面 那岂不是说 刚刚他用自己的哥哥做挡箭牌的事 都被别人看到了 不可能 这里是天魔战场 那一记之门 只是一个传送门而已 外面的人怎么能看到这里 凤鸣军山觉得灵霄是在忽悠他 那个蠢货 一记之门外 凤鸣晓的脸色阴晴不定 凤鸣军山这件事情 真是做得太蠢了 我灵霄 平日里最恨背后捅到这种事了 本来还觉得跟你们兄弟两个没什么仇 只因与你父亲的恩怨才牵扯到一块 还不愿杀你 但看了你的那番作为 我觉得 你还是死了的好 免得留下来祸害人 沙龙林一战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事情并未结束呢 灭我天朝帝国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的人 我先让他们消失 黑暗魔剑一道黑色的剑王破空而起 铿锵 火星四剑 虚空中传来碎裂的声音 凤鸣军山 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将自己困在了一个王八壳子里头 那可是真正的王八壳子啊 造型看起来就是一只乌龟的硬条 凤鸣军山的整个身体 都缩在了其中 黑暗魔剑击中那龟壳 居然只留下了浅浅的痕迹 甚至连一丝裂痕都未曾破损 那龟壳 显然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宝物 然而 龟壳虽然坚硬 可是黑暗魔剑恐怖的冲击力 却无法完全缓冲掉 凤鸣军山 依然是鼻孔出血 看起来有点猙獰 只不过躲在龟壳里面 很多人看不到罢了 此时的凤鸣军山 非常清楚自己绝对不可能是灵霄的对手 再加上兄长已经死了 也没有可以用的挡箭牌了 这个时候 他竟然不顾颜面的呼喊了起来 不管是谁 只要能帮我杀死灵霄 我们神皇帝国 可以给你加官禁诀 犒赏万金 各种经典武学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们弄到 此时的天魔战场里面 虽然大势力的舞者已经没有了 但是许多无门无派的散人舞者 还有一些小门派 小势力的舞者 仍旧还是有的 而且这个人数 居然有足足将近三十人左右 听到没 杀了灵霄 有重赏哀 觉得怎么样 如果能够在神皇帝国混个王爷当当 那以后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咱们特娘的这么修炼 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 对啊 还有无尽的丹药和武学典籍呢 荣华富贵 一念之间 咱们将近三十个人呢 灵霄就一个人 还怕弄不死他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上 人都是贪婪的 尤其这些小门派小势力 以及散人舞者 他们本来资源就很稀缺 平日里也没有后台 这一次好不容易得到 可以跟神皇帝国皇室搭上关系的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呢 将近三十个人 有二十七八个都动心了 当然 也有人选择了悄悄离开 就算有再多的好处 就怕有命要 没命拿 不说灵霄的实力可怕 就说那个乌龟王八凤鸣军山 那家伙连自己的亲哥哥 都能推出去送死 他们这些人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于是 二十七道杀意 同时扑向灵霄 灵霄的脸上 古井不波 没有笑容 也没有畏惧 似乎冲过来的 不是二十七个人 而是二十七条飞蛾 他深吸了一口气 手中的黑暗魔剑握得更紧了 然而 他还没有出手 三条人影从远处飞速窜来 沙 冰冷的声音从那三个人的口中传出 雪花飞舞 梅花飘散 冰凤长鸣 黄者之剑 纵横虚空 二十七个舞者 在一瞬间 就变成了二十七具尸体 出手的正是凤鸣飘雪 冷煤 凤鸣莲和鸡鸣空 主人 恩公 林大哥 林霄 你没事吧 四个天之娇女 在同一时间冲向了林霄 看都没看地上那些尸体 这一幕 让遗迹之门外许多人 看得目光都僵直了 许久之后 才有人极度地骂道 这个林霄也特娘的 太有女人缘了吧 这四个女人 随便给我一个 我都一辈子 会笑醒的 得了吧 人家林霄对这四个女人都有恩 你有做的哪门子事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四个丫头 还真是够恐怖的 那二十七个舞者 可不弱呀 居然被她们一瞬间就给灭了 反正我是不会招惹她们的 林霄回头看向了四个女孩 露出了幸福的笑意 有什么事 还能比被四个如此出色的女子搭救 更让人感觉得幸福的吗 多谢了 话说的不多 也没必要说那么多 一切尽在这三个字之中 那边 凤鸣君山 却舍弃了乌龟壳 加速朝这远处逃去 你们几个等着 出去之后 我凤鸣君山 一定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 远处 传来了凤鸣君山的咆哮声 可惜你 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凌鸣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极光 瞬间就已经追上了 逃了半天的凤鸣君山 杀 凌鸣的剑 刺了出去 凤鸣君山既然敢威胁她 那就绝对不能让这家伙活着离开了 否则的话 当真是会有不敬的麻烦 然而就在此时 一声凤鸣传来 随后便是森冷的火焰撞碎了凌鸣的剑气 而后 一个一身黑衣 看起来充满了阴森气息的年轻人 出现在了那里 赶尽杀绝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啊 凌鸣 你已经杀了凤鸣天山 留她一命如何 海刘 帮我 凤鸣君山看到来人 仿佛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一个人不是凌鸣的对手 可是 如果有明海刘帮忙的话 那结果自然不一样了 你也是来杀我的吧 凌鸣问道 明海刘愣了一下 旋即露出了凌鸣的表情道 不错 你可以去死了 话音未落 她骤然一直点出 恐怖的黑色火焰 居然凝聚成了一条线的样子 将虚空刺开 射向了近在咫尺的凌鸣 既然如此 何必冠冕堂皇的 说什么屁话 一起死吧 凌鸣身形一闪 轻易便避开了明海刘的攻击 而后手中黑暗魔剑 再度杀向凤鸣君山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8章 考核结束 暴怒的凌鸣 碰 明海刘突然从侧翼进攻 直接一掌拍在了凌鸣的右肋之处 然而 此时的凌鸣 身子居然连洞都没有动 身上骤然间光芒闪烁 漆黑的火焰 顺着赤阳羽衣 冲向了明海刘的手臂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凌鸣冷漠地看了明海刘一言道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先成全你 火焰生腾 明海刘的右臂 瞬间就燃烧起来 不过这名凤凰子也是够狠的 一看情况不妙 直接一个手刀 将自己燃烧的右臂 就被堕掉了 虽然疼得他额头上冷汗直流 然而恐怖的地狱龙火 却不再对他造成威胁 高兴吗 可惜太早了 凌霄居然直接舍弃了凤鸣军山 对明海刘发动了连环攻击 手中黑暗魔剑一箭刺出 一枚暗影追破空而去 明海刘此时刚刚断臂 身体受窗 根本不敢应接 只能避让 躲避的时候 还冲凤鸣军山大喊 快来帮忙啊 然而他却发现 那凤鸣军山不仅没有过来帮忙 反而朝着远处逃逸了 凤鸣军山眼见明海刘断了胳膊 哪里还敢停留 路上灭杀了两只天魔 竟然选择了退出天魔战场 气得明海刘是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 放心吧 杀了你 离开天魔战场 我会连他一块灭的 你们的恩怨 地狱里再算吧 凌霄手中聚剑攻击不停 破得明海刘仓皇逃窜 凌霄 我不过是受了那凤鸣军山蛊惑而已 现在已经断了一臂了 何必如此苦苦相破 一边逃明海刘还一边叫道 刚刚我可是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自己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怨不得我 灵霄怎么可能去听明海刘的 猛然一个加速 瞬间破进明海刘 巨大黑暗魔剑从上下 直接将明海刘一分为二 杀我者 死 他这句话 是对着天空说的 其实更是对着遗迹之门外面 那许多舞者说的 不远处 一直躲在那里观望情况的 揪魔智炎和第二煞星 心知此时大势已去 很明智地放弃了继续围攻凌霄 而是悄悄退出了天魔战场 他们早就将考核完成了 为的不过是追杀凌霄而已 现在既然杀不死灵霄 那自然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 看起来已经不会有人来了 咱们也走吧 姬明空杀了几只天魔 完成了考核 这段时间里 一直也没有新的敌人出现 灵霄星知这次考核 估计算是结束了 所以便开口说道 五个人同时脱离天魔战场 出现在了沙龙灵之上 赤阳当空似乎已经到了正午 玄戒时间十二点左右 那遗迹之门终于消失 而通过了第一关考核的舞者们 都站在了早就准备好的中央高台之上 那高台也似乎是能量聚集而成 明明不是实体 却比实体更加坚硬 圣巢先祷 全灭 彼岸先祷 全灭 五个五宗道 全灭 皇室 残存奉明君山和奉明莲 两人 神皇学院 残存莽生 奉明飘雪 朱文 英天侠四人 黑鸭帝国 残存揪魔智炎和第二煞星两人 天鹏仙岛 过关十人 常乐仙岛 过关十二人 清虚学院 八人全部过关 其余五者 残存四人 其中包括重伤的姬洛宇 一共二百多个参赛者 最终过关的只有三十四个人 洛宇 你这是怎么了 灵霄惊讶的看着姬洛宇 这可是要王孙然的弟子 又是天龙商行的人 谁敢把他商成这样 嘿嘿 是老子干的 这丫头居然不肯跟我合作 一起对付你 所以被我攻击了 可惜没能杀死 莽生哈哈大笑道 原来姬洛宇也得到了围杀灵霄的通知 想要去援救灵霄 可是途中却遭遇了被灵霄击退的莽生 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他虽然实力不差 但是面对莽生 却依旧难以取胜 最终重伤 不过好在他 毕竟是要王孙然的弟子 擅长一些奇异的丹药 这才侥幸保住了一命 可是 想要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怕是没有可能了 看来真应该杀了你 此时的灵霄 一股恨意汹涌翻动 不管他对姬洛宇是否有感情 姬洛宇对他那还是很够意思的 更何况这一次 也是为了帮他 半路上才会遭遇莽生 不杀了这个莽生 他恨意难消 感受到灵霄身上释放的杀意 莽生冷冷笑道 你敢在这里对我出手 见来 灵霄将手一招 冰之怒瞬间浮现在他的右手之中 而后头顶一柄光明神剑迅速浮现 融合 光明神剑融入到冰之怒之中 顿时威力大增 在天魔战场里面 他使用黑暗魔剑 那是因为天魔战役的关系 而此时在外面正当中午 赤阳释放出赤热的光芒 用光明神剑自然更好 剑气呼啸 近风飞扬 以灵霄为中心 周遭的空气似乎都瞬间变得赤热 蟒声皱了皱眉 随即冷哼一声 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那巨大的黑蟒虚影 浮现在了他的身后 两股气息在空间之中碰撞 炸裂 翻滚 恐怖如斯 果然是半步阴阳镜 一成阴阳原力 这巨蟒皇子 不愧是石皇子排名第四的高手 可怕 之前在天魔战场 人们感受不到蟒声的气息 只能看到他的表现 所以对他的了解 还不够透彻 一些判断只是猜测而已 但是现在 蟒声就在他们身前 这家伙究竟几斤几两 他们看的是一清二楚 太强大了 这才是蟒声真正的实力 天魔战场之中 没有发挥出来啊 看起来 灵霄没有在天魔战场里面 杀死蟒声 实在是实测 对啊 我就说嘛 灵霄怎么可能那么强 这家伙 应该只是修炼了某种 可以利用天魔战役的武学 所以 别人都受到压制 他却没有任何影响 战斗力自然攀升 我忽然觉得 那些被灵霄杀死的武者 死得太冤枉了 或许他们根本就是 被比自己更弱的灵霄给杀了 蟒声的一番话 算是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这一点 其实灵霄也知道 在天魔战场里面 此消彼长 但那又如何 他可不认为在外面 蟒声就是他的对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29章 新势力 龙皇山 这一战 很多人都不怎么看好灵霄 虽然灵霄之前表现出众 然而那是沾了地力之光 根本就不是本身的实力那么强 甚至很多人认为 蟒声才是最有资格 与那龙皇榜上前世角逐的最佳人选 灵霄恐怕还真不行 都住手 这可是龙皇选拔 如果你们继续出手 那么本作将以破坏规则为名 将你们逐出龙皇选拔之脸 就在灵霄和蟒声剑拔弩张的时候 那个盟主开枪了 月女和那位盟主大战许久 知道灵霄出来的前一刻还在激战 然而终究没有奋出胜负 这位盟主的实力也得到了许多舞者的认可 毕竟能够在月女手底下走那么多招的 这还是头一个 妖妇 你好大的威风 破坏规则的 难道不是你吗 就在那盟主发话之后 暴怒的灵霄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他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在天魔战场之中遭遇那么多的危险 如果不是你 神皇大陆上那么的天才 也不会惨死 我现在很怀疑你的身份 是不是白虎大陆的奸行 说者有心 听者也有意 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位盟主的一些做法 表示不解了 这第一项考核 分明就是让神皇大陆 天龙大陆的舞者 去自相残杀 这样做 唯一得利的 就是白虎大陆 只是很多人敢这么想 却不敢这么说 唯独灵霄他说了出来 而且居然把那堂堂盟主称呼为妖妇 这胆子可真够大的 放肆 那盟主冷喝道 我放肆 还是你放肆 一个白虎大陆的奸细 跑到神皇大陆来作威作福 坑死那么多的天才舞者 你难道不该负责吗 灵霄不等对方把话说话 直接就对了回去 妈蛋被人差点坑死 他现在火大着呢 盟主 你算是谁的盟主 谁推举你成为盟主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号施令 这一连串的怒斥 将那位盟主说的是怒火冲天 可是他却拿灵霄没有办法 月女杀不了他 他也杀不了月女 杀不了月女就动不了灵霄 他恨得牙痒痒 却无可奈何 本作宣布 灵霄辱骂本作 被踢除出龙皇选拔之外 立即离开 那盟主突然冷笑了一声 说道 哼 是不是觉得 利用我杀了那些天才 现在的我已经没用了 就可以当作弃子扔掉了 只可惜啊 你似乎忘了一件事情 杀他们 是因为他们要杀我 而我也不是你的弃子 在天龙大陆和神皇大陆之上 我才是直骑之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有资格让我离开 灵霄冷笑了一声道 你们说说 我该退出吗 不该 震天的喊声 在沙龙林上空响起 不管喜欢灵霄 还是不喜欢灵霄 在这个时候 都不想让灵霄退出 喜欢灵霄的舞者 想要看到灵霄力拔头筹 不喜欢灵霄的舞者 则想要看到灵霄被人杀死 所以灵霄不能退出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唯独那个愚蠢的盟主 根本不了解这一点 宗玉金爵 姬若龙 乌鸦女王 你们什么意思 连你们也想违背本作的命令了吗 那盟主冷漠地看着那三人质问道 你们不要忘了 灵霄可是杀了你们岛上很多弟子的 被质问的三个人都没有坑声 不管盟主怎么说 他们都不可能让灵霄退出的 一旦灵霄退出 仇还怎么报 更何况 灵霄那一番话 当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虽然这位盟主 是他们武仙岛的五位岛主推举出来的 但说实在的 他们只是震撼于此人的修为 当时需要一个人来调停武仙岛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这个盟主 他们对于此人虽然有畏惧和恭敬 但却没有言听计从的必要 盟主大人 现在你看看 到底是谁管 灵霄讽刺地看着那位盟主 冷声说道 我要杀莽生 你拦得住吗 小子 我们不愿意让你退赛 可不是支持你 只不过是 我们想灭了你 所以你也不要太得意了 宗玉京爵突然站起来说道 他相信 就算这么说 灵霄也不会退赛 甚至越是这么说 灵霄那家伙 反而越是想要参赛了 灵霄就是这样的性格 绝对不会被任何人威胁 越是威胁 他越是来劲 呵呵 你还真敢说啊 灵霄笑了笑道 不管盟主是什么人 你都是杀了我彼岸仙岛那么多天才的罪魁祸首 我不杀你 是不为人 宗玉京爵冷冷说道 相信你也很想继续参赛吧 那为何不等等呢 第二项考核 不用搞得那么麻烦了 就来一次真正的对决吧 谁想跟谁打 直接腰战就是 不用废话 这样一来 你总没有意见了吧 我同意 鸡若龙道 我也同意 乌鸦女王也道 同意 黑水仙岛岛主也点头道 虽然这个提议不错 但是如果有多人腰战同一个人 那岂不是成了车轮战了 常乐老祖咒没说道 简单 一战之后 可以休息最多一个时辰 再继续接受腰战 鸡若龙补充道 好 既然如此 我也同意 这样干脆利落得多 反正龙皇选拔 就是要选出参加白虎风云会的人 龙皇山早已经派了高手前来选拔 参加白虎风云会的年轻高手 你们的战斗 他们都能看到 战绩最好的十二个人 将有资格前往白虎大陆 进入龙皇山 天鹏仙岛岛 主朱天零点了点头道 这龙皇山是什么来头 怎么多出这么一个势力来 灵霄疑惑地问道 我倒是对你们这个规则没什么意见 但总得把话说清楚吧 龙皇山是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的舞者联合创建的门派 位于白虎大陆偏远小国之中属于中下游的门派 但是比咱们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上任何一个宗门都强 朱天零解释道 其实我们五仙岛的岛主都属于龙皇山的外门长老 想要继承岛主之位必须得龙皇山同意的 竟然还有这种事儿 我都不知道 灵霄十分惊讶 没想到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的舞者 为了能够进入白虎大陆修炼 居然已经如此努力了 连宗门都在白虎大陆之上建好了 只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弱呀 本章完 霸天五魂第1530章 释放吧 真龙之雪 你同意吗 天朝的天地陛下 黑老看向灵霄问道 同意 灵霄看向了蟒生 洗干净脖子等着 老子第一个就要你的狗命 某些人 还真是着急送死啊 那位盟主此时恨透了灵霄 也对灵霄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所以 他真得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 去讽刺挖苦灵霄 虽然灵霄的实力远不如他 可是这小子的眼力实在太过恐怖了 居然一眼就瞧出了他的目的 不错 他就是要让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的舞者 自相残杀 只不过 他不是白虎大陆的奸细 而是龙皇山的内门长老 龙皇山分成了白虎系和神皇系两大势力 白虎系的舞者 一心想要让龙皇山彻底融入白虎大陆 就连弟子也要从白虎大陆招收 对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的舞者 极尽鄙 神皇系的舞者 则更希望神皇大陆 可以多出一些天才 加入龙皇山 让龙皇山成为神皇大陆的天才舞者 前往白虎大陆的一个出口 两大派系之间争斗不休 互有胜负 当然 这里面天龙大陆直接被忽略了 因为除了当年的姬父林夫妇之外 再也没有出过任何一个 能够拿得出手的舞者 这位盟主 身为白虎系的舞者 自然不想看到神皇系占优 所以想尽办法 成为了五仙岛的盟主 并且借着这一次龙皇选拔的机会 大量削弱神皇大陆舞者的力量 这种做法 其实跟奸细也没什么差了 一心一意 想要让自己变成彻底的白虎大陆人 连祖宗都不要了 不要也就罢了 居然还要算计自己的同类 奇心可诛啊 这一次的妖战 依然生死不论 怕的人 就直接弃战吧 盟主冷漠地说道 虽然心中恨不得灵霄去死 不过借着这第二阶段的考核 弄死灵霄 也算是帮他解恨了 此举不妥 常乐老祖缓缓道 龙皇榜上前十位 再加上之前第一关通过考核的三十四个人 都是咱们的精英 无论谁死了 都是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的损失 对 我看就再加上一个规则吧 打不过可以认输 也算是失败 如果不肯认输 那就直到杀死对方为止 乌鸦女王想了想到 这个主意 倒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意 也罢 那就这样吧 那位盟主很清楚 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威严 如果执意不肯 那恐怕今天连这场龙皇选拔 都别想主持了 更何况 这样的规则 并不影响他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 最起码灵霄那家伙 绝对是不肯认输的 嘿嘿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邀战清虚学院的灵罗 规则刚制定出来 邀战才要开始 莽生便露出了黑黑的灵笑 看向了清虚学院的众人 要杀灵霄 并不着急 他要让灵霄 先眼睁睁的看着清虚学院的舞者 一个个被他杀死 这样的话 灵霄才会更加痛苦 想想都觉得好刺激啊 你这家伙无不无耻啊 你可是半步阴阳境强者 我一个第四栋天境舞者 你居然也妖战 神皇学院和神皇帝国的脸 都被你丢尽了 灵罗这小子 当真是随了灵霄了 一句话就能戳中对方的痛点 我认输 不打还不行吗 他倒是单粹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根本就不去强行找死 这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应该做的事 因为他很清楚 在战斗之中 莽生怕是不会给他认输的机会的 莽生气得咬牙切齿 可是却没有办法 于是一个个腰战 包括姬明空 花略影 上官红 都选择了B战 这没什么好丢脸的 修为差距太大 又是生死之战 脑子嗅痘了 才会去打的 不过B战 就意味着在战绩上面 多了一场败计 到时候评选成绩的时候 自然是会产生劣势的 但即便如此 拿生命去开玩笑 那也是找抽 一点都不划算 直到邀请到了龙晨 莽生脸上郁闷的表情 才真正绽放开来 因为龙晨答应一战了 哈哈 不得不说 你的同伴都很聪明 而你 真得是个蠢货 居然真敢答应与我一战 今天你死定了 莽生非常兴奋 终于可以狠狠 把内心的火气释放出来了 好好地虐一把 清虚学院的舞者了 林霄 对付你 不着急 我要让你看看 你的同伴是怎么死在 我的手里的 到时候别哭哦 废话真多 龙晨一脚踏出 悬浮于沙龙林上 霸道的气息释放出来 竟然一点都不弱 林霄知道 这家伙跟他一样 一直都是压制着本身的实力的 比如完全的黄金龙形态 在神皇大陆 就只用过一次 便让黑鸭帝国的舞者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次 关乎到是否能前往 白虎大陆这个事情 龙晨暴露自己龙族的身份 应该也无所谓了 毕竟白虎大陆那边 各种种族还是很多的 不像神皇大陆这边 龙族真得算是稀罕物 因此龙晨要战 林霄并未阻止 来吧 小子 胆色不错 比你那些窝囊废的同门强 但也只是傻大胆而已 蟒生也悬浮于半空之中 背后巨大的黑蟒 虚影吐着恶毒的性子 那巨大的眼睛死死盯住龙晨 仿佛要将龙晨一口吞下 林霄默然地看着 这是龙晨的选择 他不会横加阻拦 但他也不会让龙晨死的 哪怕违反规则也在所不惜 大不了不去参加白虎风云会了 比起虚名 他更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好兄弟 好朋友 死吧 蟒生看着龙晨 满眼都是打得自己逃顿的灵霄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爆吼一声 双拳挥舞着就砸向了龙晨 背后的黑蟒仿佛融入到了这双拳之中 直接轰的空间不断扭曲变形 他这分明是要将龙晨直接一拳给轰杀了 要用最直接的办法灭杀龙晨 龙晨冷漠地看着蟒生 身体里发出了古怪的咔咔声 而后 他整个人都开始变化 原本纯粹的人类形态 进入到了人龙形态 不管是力量还是气息 都变得强大了许多 这小子居然有龙族血脉 这样的舞者 可不多见啊 难怪敢接受蟒生的妖战 人群之中 有人惊呼起来 霸天武魂 第1531章 激战 巨龙之怒 人们因为龙晨的龙族血脉 而感到震惊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龙族血脉 跟真龙可不一样 血脉可以是遗传 也可以是通过某种 机遇得到 比如 灵霄得到的太古黄金龙血脉 但真龙 却是纯血的龙族 这之间 差异太大了 有点意思 怪不得你小子 跟那个灵霄一样嚣张 原来是有所以仗啊 但这又如何 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莽生恐怖的一拳 终于轰了过来 龙晨身前的那一方空间 几乎完全坍塌 便在此时 龙晨也硬生生挥舞双拳 对了上去 这种力量与力量之间的碰撞 血与肉之间的较量 是他最喜欢的 轰隆 两人的拳相撞之后 以他们二人为中心 周遭的空间 开始不断崩塌 好恐怖的碰撞 这个龙晨看起来也不简单 咱们有点低估他了 人群中 传来一声惊呼 就算是低估他了 可他现在的修为 毕竟只有第五或者第六动天境 根本不可能是 莽生的对手 这倒是 除非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哼哼 什么手段 除了他是真正的神龙或者巨龙之外 根本不可能跨越这恐怖的修为差距 说的也是 龙族早就已经灭绝了 从未听说过 在玄界再度出现 另外一人也笑了笑 似乎觉得自己 谈论的事儿 有点太过离奇的 便在此时 那高台之上 龙尘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巨大的实力差距 根本不是人龙形态能够弥补的 哈哈 不错不错 挺耐打的 我还怕一拳轰杀了你 那样就不好玩了 我要慢慢好好地折磨你 让林小好好看看 你是怎么在痛苦之中 绝望地死去的 莽生看到龙尘被轰飞出去之后 却又站了起来 只是轻轻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又一次扑了上来 这让他有些惊讶 又有些兴奋 他最喜欢的就是 蹂躏这些顽强的家伙了 说话间 他背后那恐怖的黑莽虚影 居然变得越发的凝实 而且不断地扭动着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扑出去一般 那种恐怖的威慑 实在太强 许多舞者都很庆幸 没有在天魔战场里面 遭遇这个家伙 不然的话 肯定死定了 而更多的舞者看到这一幕 对林小的胜利越发的不迟 总觉得林小在天魔战场里面 击退莽生 只是仗着更适应那里的环境而已 根本不是实力比莽生更强 你喜欢玩 我陪你就是 人龙形态 完全体 龙臣的力量自然没有完全释放 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克制着 因为他想知道 在动用巨龙的力量之前 他究竟能和莽生打成什么样子 好 巨龙的嘶吼 从龙臣的口中传出 他整个人 几乎完全就是巨龙形态了 只不过 体型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状态 另外就是人龙形态完全体 不如巨龙形态的力量强悍 但却是龙臣本身的最强实力 有意思 黑莽绞杀 莽生兴奋的双目放光 身后的黑莽终于扑了出去 而他整个人也融入其中 狠狠地撞在了龙臣的身体之上 这一次 龙臣被再度撞飞 撞在了沙龙林的结界之上 又被弹飞了回来 血 从他的口中不断吐出 他大口大口地穿着粗气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吧 灵霄 看到了吧 嘿嘿嘿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下场 莽生 笑得非常的疯狂 仿佛是享受到了 这世间最强烈的喜悦一般 然而灵霄依旧是面无表情 灵霄不会是怕了吧 以他的性格 这个时候就算违背规则 也会上去救那个龙臣的吧 对啊 肯定是怕了 不然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如此的 看来这个灵霄 也就畏惧的时候嘛 并不是传闻中的那么牛啊 人群议论了起来 对于灵霄不去营救龙臣 都有些失望 他们可不喜欢看这种几乎一面倒的战斗 他们要看的是真正旗鼓相当的对决 吼 突然 那趴在地上许久都无法站起来的龙臣口中 爆发出了恐怖的吼叫声 而后他身上的气息 居然在不断疯狂地攀升 就仿佛要将周围的空间都撑爆一般 什么情况 众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都被眼前的状况给吓傻了 然而龙臣的变化 到此还未结束 原本只有一米六七的身高 此时忽然间变得越来越大 如同一座小山一般 矗立在那里 巨大的龙口之中 吞吐着金黄色的火焰 妈呀 是巨龙 黄金巨龙啊 他是龙族 我的天 龙族居然还存在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起来 久摩见饶有兴趣地看向了灵霄 喃喃自语道 你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啊 身边居然连龙族都有 他对于灵霄这个小家伙的佩服 比以往都更加强烈了 莽生也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 他想过很多可能 但唯独是没有想到 龙臣这家伙 居然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巨龙 天龙大陆上 不仅诞生了山河五魂 如今连龙族都出现了 难道真的要崛起吗 不 巨龙又如何 老子不怕 莽生怒吼着 扑向了那黄金巨龙 一阵嘶鸣声 从他背后那黑莽的口中传出 仿佛是在示威 好 龙臣的嘶吼声再度响起 他那巨大的步子跨向前面 整个高台都在颤抖了起来 他的口中 正在酝酿一团恐怖的龙溪 仿佛有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这两人的气息在天地之间交融 将周围的空间兜角的纷乱 许多修为不算太强的舞者 竟然因此战战兢兢 好恐怖 这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吧 这龙臣太让人意外了 他可能才是清虚学院真正的最强一人 比灵霄都强 人们看着完全进入巨龙形态的龙臣 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而且还不止一人 凌霄那清虚学院第一强者的称号 看起来要被龙臣给夺走了 那是当然 别的不说 凌霄面对莽生 绝对不会有如此震撼的效果 毕竟龙臣现在的气息 似乎已经完全不输给半部阴阳境的莽生了 凌霄能做到吗 显然不行 搞不好 遇到这样的莽生 凌霄会被直接秒杀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2章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众人心中都暗暗惊讶 即便是面对巨龙 莽生的气势也丝毫不弱 灵霄怎么跟他比 死 猴 巨莽的嘶吼声和巨龙的咆哮声 如同诡异的闷雷一般滚滚而动 巨响声在沙龙临上空炸响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星际 那一瞬 很多人甚至产生了错觉 仿佛看到天空都裂开了 那巨龙的口中 吞吐出了金黄色的龙溪 化作一团恐怖的能量 灼烧着空间 狂风顿时肆虐 树叶乱飞 许多人的视线都被遮蔽 这场恐怖的战斗 已经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它所带来的影响力 简直让无数人颤抖 谁能赢啊 人们都在发问 恐怖的轰鸣声 在渐渐消失 狂风也渐渐停歇 残枝败叶终于渐渐落在了地上 那巨龙和蟒声的身影 再度清晰地浮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巨龙趴在了地上 大口地穿着粗气 另外一边 蟒声也绝不好过 衣衫碎裂 嘴角出血 看起来似乎比龙尘还要狼狈 毕竟 一旦进入巨龙形态的龙尘 那就是真正的黄金龙啊 它的防御和力量 都不是别的种族可以比的 龙 即便是赐于神龙的巨龙 依然是奥利于所有生灵之巅的存在 人类被称之为万物之灵 那是因为擅长学习和提升 然而龙 却是一出生就拥有不可思议的恐怖力量 今日龙尘彻底的爆发 也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高贵的巨龙 当然 蟒声居然能够跟巨龙打成平手 这更是值得骄傲 这家伙果然强大 我不是他的对手 以我现在第六动天晋的修为 即便是配合黄金龙的躯体 依然站不过他 龙尘那巨大的眼睛盯着蟒生 心中有些不甘 他本来是想要替自己的恩人 击败蟒生的 只可惜 没能办到 龙 可怕的龙 这家伙的身体 有多么坚硬 力量有多么恐怖 我的修为如果稍微差一点 现在不是被龙锡融化 就是被巨龙踩扁了 没想到啊 清虚学院真正最为强大的人 居然不是灵霄 而是这个家伙 莽生看着龙尘 也是心中震撼 他想杀龙尘 想折磨龙尘 以此去让灵霄痛苦 然而现在看来 他真的有点太过得意忘形了 我看这一场就算是平局吧 免得神皇大陆上 丧失了两个杰出的天才 战斗进行到现在 明皇突然开口了 莽生是他们神皇学院的人 他自然不希望 莽生有事 毕竟龙尘可是龙族 龙族的战斗力和耐力 都是非常恐怖的 持续下去 最后吃亏的 反而会是莽生 他不想冒险 同意 凤青岩也点了点头道 身为清虚学院的现任院长 凤青岩也不愿意龙尘出事 龙尘的表现已经足够让他震惊了 这个孩子 可是要好好培养他 那位盟主也点了点头 同意了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龙尘 龙族啊 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可舍不得这么珍惜的品种 就这么死了 既然有人提出来可以平局 那他干脆顺水推舟就是了 我需要提醒 所有通过第一关考核的舞者 还有龙皇榜上前十的几位 这第二轮的考核 只有战斗过 才会计算成绩 如果不参加战斗 那么你就没有成绩 就算是被淘汰了 听清楚了吧 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规则 自然还是想要尽量削弱神皇大陆 这些舞者的实力 说句老实话 他是有些惊讶的 上一次的舞仙盛会 他也是到现场看过的 根本没法和这一次的龙皇选拔相比 这才过去多少年啊 现在的天龙大陆和神皇大陆 简直人才极极 龙皇山上 他们白虎系舞者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能多做点事 就多做点吧 林肖伦到你了 莽生没有去挑战冷眉和花浮光 因为面对这两个女人 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就不浪费时间了 冷眉和花浮光的修为 似乎都已经达到了半步阴阳境 他未必会怕 可是损耗太大了 也不划算 你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免得别人说我林肖趁人之威 林肖嘴角扬起了一抹嘲讽之意 分明是在嘲讽那些 说他在天魔战场里 占了便宜的舞者 找借口也不是那么找的 嘿嘿 你是怕了吧 莽生笑道 肯定是怕了 刚刚这一战 林肖绝对被震撼住了 看客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 林肖是因为畏惧莽生 才会聚战的 行了莽生 你还是回来休息一会儿吧 杀他 又不急于一时 那小子诡计多端 别被他算计了 明皇看向了莽生说道 借 莽生有点不甘心地看了林肖一眼道 你最好别死在别人的手里了 否则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放心 绝对不会比你死得更早的 林肖冷漠地看了莽生一眼 此人的实力 的确出乎意料的强 但是 那又如何 他林肖真正的实力 何曾完全释放过 即便是曾经面对第六杀星的时候 施展出了完整的霸天武魂 可依然有底牌压着 这就是他 从来不会把所有的底牌拿出来 也没有人有资格让他拿出所有的底牌 谁来和我林肖一战 他并没有主动腰战 因为他知道没那个必要 这里想杀他的人不在手术 只要他站出来 必然会有人想要来收拾他的 龙皇石墙之外 有揪魔制炎 有第二杀星 有凤鸣军山 而龙皇石墙之列 想杀他的人更多 姬黄天 宗玉黄泉 高杨无情 第一杀星黑炎兵 凤鸣齐山 这几个人 都想他死 林肖站在那里等待着 可奇怪的是 却没有人开枪 他忽然间明白了 龙皇石墙 岂会瞧得起他 估计不太可能主动腰战他的 得他去挑战他们 或者彻底将他们逼急了 至于揪魔制炎 第二杀星和凤鸣军山 见识过他的厉害之后 这三人都有点谨慎 不想第一个出手 都想让别人先去开路 要不然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林肖用手指向了揪魔制炎 第二杀星和凤鸣军山 冷漠的目光中透着强大的自信 这小子疯了吧 他以为 这里是天魔战场吗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3章 邪恶 魔剑出鞘 人们就像是看着疯子一样 看着灵霄 他以为 这里是天魔战场吗 以为在这里 依然可以以一敌三 太荒谬了 可以吗 揪魔制炎 看向了那位盟主问道 当然 既然这是邀战者的要求 那就没有问题 他想死 你们就帮他一把 这位盟主语气中 透着对灵霄的嘲讽 因为在这种场合中 以一敌三 绝对不是明智的做法 可他又怎么能理解灵霄的心情 那三个人都怕他 都不肯出战 他想要杀了这三人 最直接了当的方法 就是给对方希望 然后再残忍的 将这希望捏碎 揪魔制炎 凤鸣军山 和第二杀星的实力 都不如莽生 所以他们不愿意单独面对灵霄 但若是三个人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三人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兴奋 而后 三人冷漠地走了出来 站到了灵霄的对面 充满了杀气 赤阳升得更高了 赤阳之下 沙龙林之内 是天龙大陆和神皇大陆 最杰出的天才们之间的战斗 然而 这赤阳 也终究会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 一个时代的崛起 有些人会越变越强 而有些人 则会惨被淘汰 玄界就是如此 武者的世界 被彻底淘汰的方法 就是死亡 只不过这一次 整个神皇大陆 和天龙大陆 都在注视着 谁能在龙皇选拔之中脱颖而出 谁就将成为两块大陆上 真正的顶尖太难猜 灵霄 他曾经战绩标柄 名满天下 他也是 一手缔造天朝帝国的功勋 然而 如果今天他败了 那么他以前得到的一切 就将彻底化为乌有 即便不死 他的威望 也会降到冰点 天朝帝国的天地 怎么能是一个失败者呢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同样 揪摩之言也没有退路 他已经继任了黑鸭帝国的王位 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服 如果今日失败 那么将彻底坠落 而对于第二煞星来说 失败则意味着死亡 他是黑鸭帝国七煞星里仅存的两人之一 另外一人位列龙皇之强之内 而他必须得捍卫自己的尊严 凤明君山更没有退路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坑了自己的秦哥哥 坑了明凤皇子明海流 如果不能诛杀灵霄 那么他必然会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对象 而一旦诛杀灵霄 那么他就是英雄 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他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变成了必须 甚至变成了聪明的做法 死的人 谁都不能败 然而却必须得有人败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你们三个 本来不用死 可惜你们在天魔战场里面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灵霄看着面前的三个人 如同霸道王座上的帝皇 冷漠 无情地说道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 或许有些事情 我们做错了 但只要杀了你 一切的错误 都会变成正确 揪魔至言淡淡说道 不错 血债血偿 凤明君山说道 我的六个朋友 五个都因为你而死 这一战 不可避免 第二煞心声音冰冷 既然如此 就动手吧 什么仇 什么怨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战 就能解决 杀 揪魔至言 背后显出一个恐惧的虚影 像是人 但却又好像是乌鸦 那一身漆黑的羽毛 裹在了人的身上 那不是黑压帝国的开国之王吗 人群中 有人认出了揪魔至言的武魂 好家伙 这揪魔至言的武魂 居然是自己的老祖宗 怪不得看起来 比其本身修为强悍多了 不过就算如此 他还是比另外两人弱了一些 等等 人群中正议论着 那揪魔至言的背后 竟然浮现出了一把漆黑的长剑 那把剑 泛着黑红色的光芒 犹如乌鸦变化一般 更恐怖的是 剑身之上 透着极为强烈的邪恶剑意 更有无尽的怨念和愤怒 魔剑 黑压帝国传说中的魔剑 揪魔至言真是拼了 为了杀灵霄 竟然不惜解封了魔剑 他就不怕会被吞噬吗 魔剑悬浮而出 揪魔至言的双目 顿时变得空洞起来 仿佛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将一切都交给了魔剑 嘎嘎嘎 小娃娃做得好啊 交给我就对了 交给我 这场战斗将会变得非常简单 从揪魔至言的口中 吐出了疯狂的笑声 听得人头皮发麻 你们两个 还不上 十分钟内解决不了那小子 就等着成为我的养料吧 揪魔至言节节怪笑 透着无比的诡异 放屁 老子为什么要听你的 凤鸣君山恼怒地说道 死 揪魔至言突然扑向了凤鸣君山 身体化作了一只黑色的乌鸦 狠狠抓在了凤鸣君山的脖子上 尖利的鸟会扎了进去 只一瞬间 凤鸣君山就变成了一具皮囊 仿佛整个人身体里的血液 都被彻底吸干了 恐怖 这意外的状况 让凌鸣也有些梦了 看热闹的舞者 更是傻眼了 这算哪门子事啊 本来三对一 怎么这一上来就内讧了 然而很明显 吸了血的揪魔至言气息 变得更加强大了 虽然还比不上之前的蟒声 可是却也非常接近了 废物 这具身体也太弱了 修为居然才只有第七栋天井 如果再强一些就好了 那魔剑似乎很不满意 揪魔至言的身体 即便是变强了 可是因为本身太弱 就无法发挥出他的全部威力来 你还不上 想要跟他一样吗 揪魔至言 扭头看向了第二煞星 冷漠地说道 第二煞星咬了咬牙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这简直是无妄之灾 本来三对一 他还觉得有希望 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对一 他怎么可能战胜灵骁啊 战斗在灵骁和第二煞星之间展开 揪魔至言 则舔着嘴唇 在附近观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机会 脱离黑鸭帝国 我可以不杀你 战斗中 灵骁突然灵魂传音道 黑鸭帝国的尿性你也看到了 真得打算为他们而死吗 不可能的 我的命是女王陛下给的 只能为他尽忠 第二煞星痛苦地说道 好吧 那我就给你一个干脆的 免得你被那怪物给吸干了血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1534章 底牌 人王之剑 十招过后 灵骁很明显感觉到 那揪魔至言 一直盯着第二煞星 他知道那家伙的企图 不能让那似再继续变强了 所以 第二煞星 还是死得干净一点吧 光明神剑 真扬变 赤热的剑光 终于洞穿了第二煞星的身体 恐怖的光芒瞬息间 将第二煞星燃烧成了灰烬 这让那边的怪物 气得脸色铁青 该你了 魔窝 杀了第二煞星 灵骁的对手 只剩下揪魔至言一人 然而 局面却并没有变得更轻松 魔剑的可怕 比之前三人联手 恐怕还要恐怖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想法 嘎嘎嘎 既然你想死 老夫就成全你吧 多少年了 没想到后辈们如此无用 魔剑再度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而后 揪魔至言的手 握住了那把黑色的剑 恐怖的气息 让他整个人都被血红色的光芒包裹 你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现在 是我的时代 想杀我 也得看你有没有那种本事 灵骁的手 紧紧握着光明神剑 他知道 这一次的对手不好对付 但却对自己的实力更为自信 恐怖的毁灭 建议在他的周围汇聚 狂风般的剑气 一道道撕裂虚空 背后 太古地狱龙魂在不断咆哮 哼 讨厌的光之力 不过你太弱了 你的光之力也太弱了 在我面前 他会被像蜡烛一样吹灭 揪魔至言冷哼一声 手中魔剑一抖 带着恐怖的杀意 杀向了灵骁 空气中 萧瑟的感觉越发的强烈 他所经之处 许多树木都开始枯萎 变质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你没学过吗 灵骁冷漠笑之 而后双脚向前跨去 手中的光明神剑 已经与他整个人融为一体 人剑合一 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剑即是他 他即是剑 那种感觉 太过玄妙 泽泽 这灵骁 似乎被咱们小瞧了呀 他手中的光明神剑 能战胜揪魔至言手中的魔剑吗 黑暗与光明的气息 在空中碰撞 仿佛天生的敌人 谁也不肯让谁 犀利的剑气透着锐利的杀意 剑客之间的对决 真得不一样 那种锐利的感觉 能够让人感觉到 皮肤都好像要被割裂开来一般 并不好受 可怕 一边是光明之力 毁灭剑意 一边是黑暗之力 死亡剑意 这是要让一切都凋零吗 吱吱吱 两把剑并未碰触 可是剑意已经展开激战 空气中传来的刺耳的声音 片刻之后 二人同时后退 揪魔至言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之意 然而转瞬之间 却又化作了无边的傲慢与霸道 小娃娃 你的剑不错 光之力也运用得当 关键时刻 更是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只可惜 同样的境界 老夫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 而且比你更加老了 要不然 把你的身体借给老夫吧 老夫可以帮你问顶天下 让你成为玄界最顶尖的强者 这人说话 仿佛让你死都是给你面子死的 那种施舍的感觉太过强烈 算了吧 你自己 都连神皇大陆都没征服过 居然还妄想征服玄界 林霄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 我早已经说过了 你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这是我的时代 真是冥顽不灵的小娃娃 实话告诉你吧 刚刚那次交手 老夫只用了不到三成的功力 而你 却要全力去接下 想死还是想活 你自己选择吧 否则下一次攻击 你就没命了 揪魔之言的口中 吐出了不屑的声音 似乎刚刚没能杀死林霄 并不是因为林霄够强 而是因为 他手下留情了 听到这话 人们感觉到强烈的震撼 我看 刚刚那一剑 已经足够强大了 几乎接近莽生的实力 竟然还说 只用了三成功力 就算是吹牛 估计也顶多 就是用了六七成功力吧 林霄真得危险了 哈哈 这样的话 听得我耳朵 都快长茧子了 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用权力 那你就用给我看看啊 不然的话 估计你就没有机会了 面对魔剑的威胁和不屑 林霄的话 却透彻嘲讽与戏谑 有意思 小娃娃你恐怕不知道 有时候勇敢和鲁莽 根本不是一回事的 既然你想死 那么老夫便成全你吧 揪魔致言脸色一灵 手中的魔剑 疏然变得巨大无比 可怕的死亡气息 也更加浓郁 就仿佛是从地狱深处淬炼之后 取出来的魔鬼所用的巨剑 黑红色的光芒在巨剑之上吞吐 周围的许多舞者 都因此而不断颤抖 有些人竟然吓得转身就逃 还引起了观战人群的一片混乱 老夫这一剑 是尹之力修行多年 方才领悟的一剑 为灭绝之剑 灭绝一切 寸草不生 能死在老夫这一剑之下 你这小娃娃 也算是没有白活一场了 揪魔之眼冷漠地看着灵霄 手中那巨大的魔剑 透出了无边凄凉和灭绝之意 有些意志薄弱的武者 居然直接自杀了 而那恐怖的灭绝之意 还在不断攀升 的确很强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你老了 跟不上时代了 这种杂耍一样的剑招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灵霄冷笑道 杂耍? 灵霄竟然说 那恐怖的剑招 是杂耍 是跟不上时代的落后招式 那他究竟有什么剑招 可以比这一剑更强 小娃娃就是口气大 那就让老夫看看 你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一招吧 揪魔之眼 脸色阴沉地说道 从来没有人敢说 他的剑招是杂耍 这是对他极尽的侮辱 想看 我就让你看吧 灵霄话音方落 他的身上 陡然蹦射出一股冲天的王者气息 这股气息 比之神皇大陆上的那些王者 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倍 竟然让许多舞者下意识地跪伏在了地上 惊恐不已 威严的王者之气 纯粹而且强大 灵霄的身后 太古地狱龙的虚影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尊人影 他的头上没有王冠 他的身下没有王座 他的额头上也没有刻着王字 一身白衣 长发飘飞 看起来那么朴实无华 然而就是这么一尊人影 却拥有着无比强烈的王者气息 威震天下 本章完 罢天武魂 第1535章 镇压一切的霸道之剑 灵霄的手中 多了一把剑 一把紫色的剑 剑刃之上 透着紫色的王者之气 那把剑 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人群中 很多人喃喃自语 对了 那是古籍之中记载的人 王一生佩戴的宝剑 后人称其为王者之剑 很多人都回过未来 脑海中搜索着以前书本上看到的知识 一个个都在惊叹 灵霄怎么会得到王者之剑 难道他真是人王的传人吗 灵霄却不会回答他们 他只是缓缓将剑间对准了揪魔致言 冷漠地说道 这一把 叫人王之剑 能死在他的剑刃之下 你应该可以安心了 没有杀意 没有毁灭之意 纯粹到极致的王者之气 降落到了沙龙林上每一个地方 那些跪在地上的舞者 不仅没有站起来 反而更加虔诚了 老前辈 活了那么久 应该还没见过人王之剑吧 为了让你死得安心一些 我就用这把剑送你离开吧 顺便告诉你一声 只有井底之蛙 才会认为自己拥有底牌 别人都是笨蛋 玄界很大 强者很多 只可惜 你没有机会再看到了 林霄的声音并不大 然而每一个字 都透着强烈的王者气息 让人不得不去听从 在无数人鼎领膜拜之中 林霄动了 手持人王之剑 以浩浩王者之气 杀向了揪魔致言 魔剑的气息 居然抖动了一下 不可能 老夫的魔剑 怎么会畏惧你一个小娃娃 揪魔致言喃喃自语 随即脸色变得更加疯狂 那巨大的魔剑 也朝着林霄砍了下去 既然无法在气势上压制林霄 那么就干脆用力量 让林霄彻底毁灭 那恐怖的魔剑 犹如展开天地的一道魔光 然而此时的他 却没有了之前那种 让人站立的感觉 因为对面的王者之气 太强大了 那种浩然正气 将这股邪气文文压制 拜吧 威严的声音 从林霄口中吐出 天地之间 唯有惶惶正气 王者之威 仿佛人王附生一般 要将这玄界 重新那位自己的统治 哼 咔 那巨大的魔剑 被人王之剑阻挡 而后恐怖的轰鸣声 在天空之中炸裂 人王之剑 那浩然正气 王者之威 竟然开始不断压制 和消耗魔剑之上的魔器 和死亡剑意 魔剑颤颤巍巍 竟然仿佛要臣服一般 什么 揪魔之言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他身体里的黑压帝国老祖 完全不能理解 自己的魔剑 怎么会输给这个小鬼手中的那把剑 难道真是人王附生 不然的话 如此浓郁的王者之气 到底是怎么释放出来了 他的脸上 浮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和难以接受的惊恐 他借着魔剑复活 控制了自己后代的身体 本以为可以借着这具身体 重新登临玄界 称霸玄界 然而现在 似乎一切都变成了乌有 他居然连眼前这个傲慢的小子都杀不死 他的魔剑 本应该无可抵挡 本应该一往无前 本应该令灵霄战力 彻底丧失战斗力才对 可是这一刻 被惊吓的人 却不是灵霄 而是他 如此充满了浩然正气的一剑 那无边的王者气息和恐怖的威压 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动天境武者身上 即便是阴阳境修为的武者 也不该有这样的气息啊 他不明白 灵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当然不懂 因为他不知道 灵霄拥有霸天武魂 更不明白霸天武魂的霸天战役 比人王的山河意志 还要更为霸道强悍 对 这是他瞬间产生的想法 他想要脱离揪魔智炎的身体 保住自己的灵魂 这样的话 就算揪魔智炎死了 他还能保住性命 然而下一刻 更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 自己居然好像被困在了这具身体之中一般 居然无法脱出 那是什么 他看到灵霄的右眼 里面有着奇怪的三叶草形状的红色图案 那仿佛一股魔力一般 禁锢了他的灵魂 让他无法脱离 急着走干什么 既然要跟我决一死战 不分出一个胜负 就要逃走 那怎么行 灵霄很清楚 这个魔剑灵魂的危害很大 一旦让他找到了更强大的躯体 那么就能完全发挥其实力了 到时候 灵霄肯定镇压不住了 倒不如趁着现在这个机会 将他彻底斩杀 也免得留下后患 慢着 面对灵霄这必杀的恐怖一剑 揪魔智炎口中 竟然吼出了一声 灵霄的剑 已经对准了揪魔智炎的心脏 恐怖的剑气 封锁了揪魔智炎逃顿的所有方向 可以说 现在的他 只要愿意 随时都可以将眼前的这个人 碎尸万段 所以他没有着急 他要听听 对方想说些什么 我现在是黑鸭帝国的王 我可以率领整个黑鸭帝国 投靠你们天朝帝国 只求你不要杀我 从揪魔智炎的口中 吐出了这么一段话 座位上的乌鸭女王 猛然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你疯了 那不可能 黑鸭帝国 怎么可能对天朝俯首称臣 乌鸭女王吼道 你个父道人家懂什么 这位天地陛下 拥有人亡之剑 问鼎玄界只是迟早的问题 现在归顺他 还能得到点好处 以后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揪魔智炎怒吼着 不用吵了 如果从一开始 你就存着这种心思的话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但现在 你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凌霄的口中吐出了一道 十股森寒的声音 黑鸭帝国 他必灭之 靠着这种手段收服 根本就不可能 让黑鸭帝国的人彻底认怂 一个帝国 毕竟不是一个家族 没那么容易全部服输的 只有杀法 铲掉黑鸭帝国所有的造反萌芽 才能真正把黑鸭帝国 掌控于自己手中 人们看着凌霄 都感觉到了恐惧 披着王者之气的凌霄 却拥有着霸者的果决 与冷酷 凌霄又一次 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这家伙的实力 比想象中的 要强大很多 不 七粒地惨叫声 在天空中响起 魔剑老祖那一瞬间 脑海中闪烁过了许多 期望中的画面 那些画面中 有的是他行掌天下拳 罪卧美人息的场景 有的是他 蒸伐天下 灭掉自己 昔日仇人的场景 有的则是他实力恢复 踏平白虎大陆的场景 总之每一个场景 都是那么的令人兴奋 那么的美好 可是现实 却撕碎了他的这些梦想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6章 你得罪了一个恶魔 魔剑老祖想到自己那一个个美好的愿望 就要在这一刻 分崩离析 他后悔了 彻底后悔了 为什么要得罪灵霄 本以为灵霄只是他复活路上的一块小小的绊脚石而已 可是灵了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绊脚石 根本就是一尊煞神 终于 魔剑老祖的灵魂泯灭了 这世上 连同那魔剑 一起葬送在了人王之剑的剑光之中 揪魔之言的身体 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一刻 他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却看到了自己的绝路 他感觉到惊恐无比 可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揪魔之言 你捡回一条命 本该好好活着 可是却选择了一条送死之路 既然如此 那就到冥界去陪着你的师父吧 他或许会高兴的 剑光终于消失 但是 揪魔之言的身体 也被彻底撕碎 化作了点点光芒 彻底消失在了这沙龙林上 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灵霄回头看了一眼下面的人群 露出了一抹冷笑 你们觉得如何 人群倒抽了一口凉气 很多人都感觉到 心脏再不争气的加速跳动 这个灵霄 好恐怖 那被魔剑控制的揪魔之言 实力已经接近莽生 可是居然被灵霄 如此轻松的一剑就给灭了 烟消云散 尸骨无存 王者之气虽然已经收起 可是留给人们的 却是无尽的惶恐与惊恶 灵霄这个家伙 或许真得比想象中的更加强悍 看到很多人低下了头 灵霄这才满意的收起了人王之剑 而后冲着莽生勾了勾手道 滚出来受死吧 你已经休息够了吧 那森冷的目光看着莽生 他竟然不想休息 要直接腰占莽生 这是自大 还是自信 人们已经不敢妄自断言了 因为灵霄之前 已经狠狠抽了他们一巴掌 到底是莽生更强 还是灵霄更可怕 人们也无法做出判断了 方才那一战 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轻视灵霄 所谓的天魔战场里面 灵霄才强大这种说法 根本就是一句笑话 莽生坐在那里 并没有动 他的心 有些犹豫 原本 他以为灵霄只是在天魔战场里面 才显得强大 可是 看到了灵霄与揪魔致言一战的他 却不敢那么想了 他本以为 只有龙皇榜前十 才有资格让他重视 可是现在 灵霄用实力 让他不得不去重视了 诚然 他是半步阴阳镜 一层阴阳原力的修为 可是那一层阴阳原力 可是非常宝贵的 用了的话 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恢复 半步阴阳镜武者 不是阴阳镜武者 无法自动恢复阴阳原力 对他来说 那就是底牌啊 他本想靠着这个 逆袭龙皇榜前十的 但现在看来 面对灵霄 竟然就要用出来了 怕了 你不战也可以 只要认诵便可 不过今天不杀你 你迟早也得死 灵霄的声音冰冷而且决然 他的话很清楚了 今天杀不了莽生 以后也要杀 就算莽生永远躲在神皇学院 他也要踏平神皇学院 将这家伙拖出来灭了 因为莽生所做的事情 已经完全触怒了灵霄 莽生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现在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 除了上去杀了灵霄之外 真得没有别的路了 现在他还有机会杀死灵霄 而以后灵霄会变得更为强大 他就更没有机会了 滚出来站 或者投降自己选吧 灵霄的声音中透着几分轻蔑 闹肿 人群中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却引起了一群人的呼应 闹肿 闹肿 声音如同滚雷一般 在沙龙林中不断回响 神皇学院所有人的脸色 都不怎么好看 尤其是莽生 脸色铁青到了极点 他恨这些人 如果有机会 他要将这些人全部都给杀了 可是他今日能不战吗 如果不走出这一步 他将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你想死 我成全你 终于 莽生跨上了高台 站在了灵霄的对面 一上来 那巨大的黑莽 就悬浮于他的身后 恐怖的头颅高高怂起 死亡的三角眼死死盯着灵霄 恐怖的气息 开始在高台之上蔓延 莽生畏惧灵霄 所以他要做好一切准备 绝对不能让灵霄钻了空子 来偷袭他 莽生 你刚刚说要杀了我的人来折磨我 让我痛苦 对吧 灵霄没有释放任何气息 就那么云淡风轻的站着 仿佛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似的 他的声音 淡漠到仿佛是在聊天 不错 那又如何 莽生冷冷说道 我听说你有个弟弟也在神皇学院 还是那么平淡的声音 不夹杂丝毫的感情 然而听到这话 莽生整个人都感觉到遍体声寒 浑身剧烈颤抖了起来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该死的家伙 我是不会让你碰我弟弟一根汗毛的 莽生感觉到了惊恐 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 可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更不是什么伟光正的英雄 这是一位真正牙字必报的可怕舞者 他任性而为 凭本心形势 真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你怕了 灵霄轻笑了一声道 早知道会有今天 又何必做出那么决绝的事情了 你如果只是针对我 我也只会杀你 而不会连累你的亲人 但是现在 这一切都是 你自找的 怨不得我了 不 我要杀了你 莽生的心已经乱了 此时的他 彻底暴怒 人啊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个莽生 倒也算是重感情的人了 只可惜 他得罪了一个恶魔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人们惊恐地看着灵霄 这个看起来一点杀意都没有的人 只是那么云淡风轻地说了一番话 就让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惊恐 打死我都不会去招惹这个灵霄了 恶魔 纯粹的恶魔 泽泽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够狠 他的成功 看起来不是没道理的啊 难怪那些人 都愿意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 这次为了自己人 真是甘愿成魔啊 人群中 议论纷纷 人们又一次认识到了灵霄 这个骄傲的少年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捍卫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7章 碾压 可怕的怪物 既然你放下狠话 那老子 就更要杀了你了 不仅要杀了你 还要让你的女人 在老子的床上悲鸣 莽生怒吼着 身体之中的力量 开始不断攀升 然而 他的声音还未落下 一股恐怖的毁灭之意 已经袭来 灵霄没有用人亡之剑 而是直接用了毁灭之剑 和光明神剑融合的 毁灭光明剑 毁灭 是他的意志 他要将莽生彻底地摧毁 让这家伙从世间消失 恐怖的一剑 在空中展开了一条恐怖的沟壑 凶猛的毁灭剑意 裹挟着灵霄的怒火 快到了极致 莽生根本没有想到 灵霄居然会突然出手 让他感觉非常被动 他的身体开始不断后退 同时急忙运转领域原力 配合黑莽武魂 打算先挡下这恐怖的一击 人们看着灵霄的剑 似乎感受到了 那剑意之中的愤怒 灵霄对他的女人 是真爱啊 谁敢侮辱 那就得死 那是他的逆灵 似乎比伤害他自己 还要更为可怕 莽生退的已经很快了 反应也已经很快了 可是灵霄这一剑更快 于是 防御的招式 在没有完全凝聚成功之前 莽生就不得已轰了出去 因为再不阻挡 他就要硬生生受灵霄这一剑之威了 死 恐怖的嘶鸣声响起 黑莽从莽生背后飞出 似乎要将灵霄的剑意完全吞噬 那邪恶而且恐怖的气息 已经比之前揪魔之言释放出魔剑的时候 表现得更强了 啊 就在此时 灵霄的背后 一条神龙的虚影也腾空而起 竟然融入到了灵霄这一剑之中 太古地狱龙 代表的就是毁灭 融入这一剑之中 毁灭的气息变得更为恐怖 如果只是气息也就罢了 这一剑释放出来的恐怖威力 居然让莽生的黑莽产生了强烈的畏惧 这跟之前天魔战场里的情景一样 难道莽生要败了 人群中 惊讶的声音响起 同样是黑莽对上神龙 那一次黑莽败得很惨 或许不会 毕竟莽生还有阴阳原力 这一点是灵霄无法相比的 旁边的人说道 可是灵霄这一剑 威力也太大了一点吧 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第七洞天境武者 能够释放出来的剑招威力 难道他隐藏了修为 不说人群中的困惑 就算是那位盟主 脸色也是变得极为精彩 惊恶 惋惜 不减 各种表情都在他的脸上浮现 只不过他戴着面纱 所以别人看不清楚罢了 他真得太小看灵霄这个家伙了 本以为这就顶多是能够勉强进入龙皇榜前十的天才 然而现在看起来 情况绝非如此 宗玉皇权脸色阴沉 姬皇天面色凝重 他们两个 一个是龙皇榜上排名第二 一个是龙皇榜上排名第四 虽然这只是三年前的排名 可是他们的实力 仍然无庸置疑 这两个人 从来就没有把灵霄真正放在眼里 他们的对手 原本应该只是龙皇榜上排名前十的几位 可是现在 情况似乎变了 灵霄这一件所爆发出来的惊天威力 已经不容他们轻视了 灵霄 必须得尽快灭掉 这小子成长实在太快了 这几乎是宗玉皇权和姬皇天同时产生的想法 活着这么久 还真没见过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修为静静如此凶猛的家伙 他们还记得 在盛朝仙岛上的时候 灵霄面对第七煞心 应该也没有这么轻松吧 那个时候的灵霄 修为大概只有第五冬天境左右 他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然而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啊 这小子的实力 居然已经可以跟半步阴阳境的舞者对决了 甚至这一件 还是明显的压制 憎恨灵霄 希望灵霄去死的人 此时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盛朝仙岛 彼岸仙岛 黑水仙岛 黑鸭帝国 神皇帝国 神皇学院等等 这些人 都曾调阅过灵霄的资料 他们非常清楚 就在两年前 灵霄还只是一个武脉进武者 还只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废物 可是两年多时间过去了 现在的他 却已经能够与天龙大陆 和神皇大陆上 最杰出的天才抗衡 这是多么恐怖的天赋和潜力啊 这样恐怖的天赋 如果再给他一两年时间 神皇大陆上 谁还能压制得住他 到时候 恐怕就算月女和九魔剑不出手 灵霄都足以碾压所有人了 一想到这些 他们不由的感觉到战力不已 太可怕了 当年 我们联手毁了姬灵月 才有了神皇帝国十几年的安宁 看起来 灵霄 也必须得毁掉 神皇大陆上 不允许这妖牛叉的人存在 曾经对付过姬灵月的黑白二楼 相视一眼 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 当年姬灵月身边 可没有月女和九魔剑 这样的强者庇护 虽然姬妇灵和于轩月也很强大 然而 这两人却太过善良 正义感太强 所以才会被人欺骗和蒙蔽 结果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导致至今姬灵月生死不明 哄 就在所有人为灵霄的实力感觉到震撼的时候 灵霄的剑已经劈了下去 蟒生辛苦凝聚出来的黑色巨蟒 几乎接触的一瞬间就被彻底毁灭了 恐怖的力量撞击在蟒生的身上 将这个半步阴阳镜的舞者仿佛 垃圾一样弹飞了出去 重重撞击在沙龙林之中 溅起了漫天的烟尘 别装死了 滚上来 继续站 灵霄相信 半步阴阳镜的舞者 不可能如此不惊打 他能感受到 蟒生的气息还很强盛 毕竟 他也并没有指望 一剑就能把蟒生给灭了 这家伙怎么说 也是半步阴阳镜的存在啊 跟之前他对上的任何一个天才都不一样 嗨嗨 蟒生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狼狈的样子 让人看着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可是半步阴阳镜舞者啊 虽然只拥有一成阴阳元力 可是面对灵霄 居然会如此狼狈不堪 咱们之前的估计 都有大问题啊 是啊 灵霄的实力 绝非表面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 舞者们才明白 他们又一次小瞧了灵霄了 灵霄的身体之中 蕴含着让他们无法想象的可怕力量 似乎每一次 都会有惊喜呈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8章 偷袭 龙皇榜第八出手 蟒生从废墟之中爬起 显得狼狈不堪 然而他那张脸上 却充满了猙獰与怒火 是你自己找死的 怨不得我了 蟒生冷冷的看着灵霄 身体里的阴阳原力 开始释放了出来 这宝贵的阴阳原力 他本来是要去对付龙皇石墙的 现在 却不得不用出来对付灵霄 因为灵霄的强大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 现在不用 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死猴 随着阴阳原力的释放 原本蟒生身后 那巨大的黑蟒 开始褪皮 一条通体有黑的魔龙 从那躯窍之中钻了出来 虽然体型与之前相比 没有多大区别 可是那种霸气和力量 却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黑蟒 武魂进化 人群中自然是有明白人的 什么是武魂进化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旁边有人问道 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 其实在白虎大陆 武魂的发展 比神皇大陆和天龙大陆 要出色的多 进化 融合 强化 陷阱 这是武魂的四种特殊操作方式 必须得有特殊的材料才能做到 看起来 蟒生应该是掌握了武魂进化的办法 虽然这四种操作方式 都只是暂时的 维持的时间都有限制 可是一场战斗之中 一次进化 可能就能解决战斗了 人群中的能人得意的说道 估计蟒生促使武魂进化的方法 就是阴阳原力 配合上了另外一种武魂 但具体怎么做的 我还真不知道 应该很强吧 当然强了 那不是废话吗 如果不强的话 谁会付出代价 去选择武魂进化 那可是要消耗很多资源的 凶猛的魔龙死死盯着灵霄 那魔龙的双眼之中 杀意浓烈 气息也比之前的黑蟒 强大得多 武魂进化 这我倒是真不知道 灵霄稍微愣了一下 玄机友露出了一抹冷笑 进化又如何 你依然不如我 灭 他没有在意那进化之后的 魔龙武魂 手中寒芒闪烁 毁灭光明剑划破虚空 璀璨的光芒再度绽放 又一剑刺向了蟒生 蟒生脸色不怎么好看 耗费了所有的阴阳原力 还有之前侥幸得到的一个 蛟龙武魂 才进化了这么一尊魔龙武魂 如果还不能杀死灵霄 那这一战 真的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阴森狂暴的气息 在蟒生身上涌动 那魔龙张牙舞爪一般扑了出来 轰隆 魔龙与毁灭光明剑碰撞在了一起 天空之中 两条龙影显得格外惹眼 一边是漆黑如墨的魔龙 一边是火焰绕身的太古地狱龙 两者碰撞之后 所产生的进气风暴 又一次让沙龙灵飞沙走石 一时间 这里变得暗无天日 漆黑的光芒笼罩了一切 灵霄和蟒生两人的身影 已经被完全遮掩 这一击所产生的恐怖威力 比之前蟒生与龙臣对战的时候更强 而且强了很多 人们站立地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吞了一口唾沫 这恐怖的威力 真得只是洞天进五者之间的战斗吗 蟒生那个废物 看起来是要输了 神皇学院的阵列里 一个人宁笑了一声 不屑地说道 袁鹏 明皇看了这人一眼 龙皇榜上排名第八的原非皇子袁鹏 来历非常神秘 空降神皇帝国 却稳稳成为了十大皇子排名第一的存在 更是一举挤入到了龙皇榜十强之列 比排名第十的凤尹山还要高 虽然说十皇子的排名不算太过合理 毕竟袁鹏和凤鸣奇山并没有战过 也凤尹山也没交过手 吻压这两个人怎么也说不过去 但龙皇榜上的排名还算比较合理的 他的实力也许真得比凤尹山更强 虽然未必能比得上凤鸣奇山 院长 不如让我去杀了这个凌霄吧 我相信 那位盟主大概不会反对的 袁鹏笑着说道 你觉得 莽生不是凌霄的对手 明皇皱眉问道 院长 您何必装傻呢 以您的眼力 我不相信您看不出那莽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而凌霄则很明显还有余力 袁鹏撇了撇嘴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凌霄得罪过你 明皇不解地问道 没有啊 袁鹏淡淡道 我只是看上了他身边那几个女人而已 每一个都是女中翘楚啊 嘖嘖 只要杀了凌霄 他们就是我的了 袁鹏 你现在上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不等凌霄击败莽生之后再说呢 凤鸣飘雪在一旁听得很是不快 冷冷说道 呵呵 你也是凌霄的女人吗 这小子厌福不浅啊 袁鹏呵呵笑道 说句实话 凌霄这家伙 很难判断深浅 我只是担心 万一他解决了莽生 我一对一 恐怕也不容易将他做掉啊 现在则是最好的机会 大丈夫嘛 不拘小杰 能把baby当成不拘小杰 你还真是够无耻的 不过你敢对付他 那就先过我这一关吧 凤鸣飘雪冷冷说道 你实力不错 但拦不住我 袁鹏看了凤鸣飘雪一眼 笑了笑道 随后又看向了明皇 院长 你儿子明海流 可是被那凌霄杀了呀 不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 也很想他死 但是现在出手 可就算是破坏规则了 你不打算继续参加龙皇选拔了吗 明皇疑惑地问道 我呀 其实不用参加这个什么狗屁龙皇选拔 都必然要参加白虎风云会的 因为我是盟主的人 我来自龙皇山 袁鹏当真是一语惊人啊 明皇正要吃惊 那边忽然传来了一声轰鸣 又一次 莽生的身体被直接撞飞了出去 而且这一次 他比上一次更加狼狈 不仅衣衫破烂 而且浑身是血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血人一般 就连多出骨骼也都断裂了 要知道 这一次 他可是动用了阴阳原力啊 面对灵霄居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他真得是败得很彻底啊 灵霄必须死 明皇看了袁鹏一眼道 我帮你拦住凤鸣飘雪 你去杀了他 嘿嘿 就知道咱们会达成一致的 袁鹏轻笑一声 身形骤然闪烁 一瞬间就到了高台之上 这一幕 让无数还能在灵霄与莽生的战斗之中 没有回过未来的观众们 都有些不解 有些困惑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39章 困杀 高级法阵万门阵 人群看到袁鹏突然冲出来 都有点发猛 没明白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袁鹏手中一根巨棍猛然砸下 他们才忽然间明白 这家伙对灵霄出手了 龙皇十强排名第八的袁鹏 居然在灵霄刚刚击败莽生 还未完全结束战斗的这一瞬间出手 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这根本就是偷袭嘛 此时 灵霄虽然又一次击退了莽生 可终究没有将其杀死 这场对决就不算完 袁鹏竟然在这个时候出手偷袭 可谓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我擦神皇学院的舞者怎么都这么无耻啊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不算违规吗 很多人都看向了天空中的那位盟主 然而那人并未开枪 看样子 即便是袁鹏杀了灵霄 他也愿意坐看齐城 根本不会在乎 月女殿下 怎么办 凌罗惊慌地看着一旁的月女喊道 他们几个无论是谁此时 想要去援救灵霄都不可能了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 真正能救灵霄的 只有来到现场的月女和九魔剑 放心吧 你灵霄哥哥他没事 月女虽然很愤怒 不过看到灵霄那淡定的面容 他就放弃了出手的打算 诚然 他可以出手灭杀袁鹏 但那应该不是灵霄所愿 亲手诛杀敌人 那种满足感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袁鹏的速度极快 一瞬间就已经到了灵霄的头顶 台下清虚学院的方阵之中 惊呼声不断响起 然而灵霄自始至终 头都没有回忆下 甚至没有去看袁鹏一眼 他的目光一直都放在 满生的身上 得手了 袁鹏冷笑一声 他才不管用什么手段杀死灵霄呢 只要灭了灵霄 对他来说 什么手段都可以 轰隆 恐怖的轰鸣声在高台之上响起 爆破造成的烟雾弥漫 甚至看不清灵霄的身影 很多人都替这个少年捏了把汗 能把蟒生逼迫到那种程度 当真不容易了 谁想到这个时候 居然来了一个这么无耻的家伙 从背后偷袭 会这样子就死了吗 未免有点可惜啊 烟尘逐渐散去 灵霄的身影还没有显露出来 不过声音却已经响了起来 想死 挨个来就好 何必这么着急呢 烟尘终于完全散尽 所有人的目光都仿佛痴呆了一般 凝固住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只巨大的骷髅矗立在那里 冰冷的鬼火在眼眶之中闪烁 血红色的披风在背后飞扬 银灰色的铠甲有些老旧 袖几斑斑的长枪之上 穿着袁鹏的尸体 那袁鹏 竟然已经没了声息 这不可能 明皇第一个站了起来 他无法相信自己 看到的这一幕 偷袭灵霄的袁鹏 十皇子排名第一的袁鹏 居然被灵霄杀了 刚刚那烟尘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骷髅又从何处而来 没什么不可能的 袁鹏不过就是龙皇山的废物罢了 在那里混不下去了 才会被那位盟主带到神皇学院 还被凤鸣无量那个瞎子 封为第一皇子 可笑 他真得比凤鸣奇山 和凤鸣乌山更强吗 在我看来 他连莽声都不如 灵霄冰冷的声音响起 杀死袁鹏的那一瞬间 袁鹏灵魂中的某些记忆 也被他掌握 他现在终于知道 那位盟主是什么身份了 也明白 袁鹏是什么来历了 哈哈哈哈 看起来 我袁鹏 真得小看你了 苍天之上 居然又有一个袁鹏落下 他的脸上 充满了笑意 我那个傀儡 可也是半步阴阳境修为啊 虽然连一成阴阳原力都没有达到 可是居然被你一招杀死 厉害厉害 这就是你的底牌吧 不错 感觉应该是接近两成阴阳原力修为的家伙 比我那傀儡厉害多了 不如送给我如何 袁鹏落在高台之上 笑得依然云淡风轻 然而从他的目光之中 却能透出几分杀意 那个被林霄灭掉的傀儡 可是来之不易啊 竟然就这么没了 浪费 你是属狗的吗 见了什么都想要 林霄看向袁鹏 脸色依然平静 哼哼 我倒不一定什么都想要 但你的命 可你那几个女人 我都垂涎三尺啊 所以今天 你必须得死 谁也救不了你 突然 话说到这里的袁鹏 制出了一枚炼阵石 而后整个高台都被这炼阵石 释放出来的法阵结界给包裹住了 不好 这个结界 应该是高人设置 如果不懂其中奥妙 就算是我也破解不了 月女这一次 终于有些急了 她没想到 对方居然为了对付林霄 舍得下这种血本 像这种级别的炼阵石 价值堪比神皇帝国十年的财政收入了 月女姐姐不用怕 她杀不死我 林霄看了月女一眼 露出了阳光般的笑意 如果这样就可以将她杀死 那么她 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法阵吗 正好利用 嘿嘿 挺自信啊 可惜你根本不知道这法阵的厉害 圆蓬画音刚落 林霄就突然身形闪了一下 然而 即使反应如此迅速 可是护体原力 还是被直接刺穿 衣服也被刺碎了一块 尽管没有受伤 但这种诡异的攻击 却的确可怕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儿 好像跟之前高阳郡的空间之门 有点像啊 人群中传来了惊呼声 这个法阵比空间之门更厉害 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 就是根据空间之门五魂研究出来的 名字叫万门阵 掌控法阵的人 可以从任何角度 任何地方突然发出攻击 就算灵霄再厉害 速度再快 反应再快 怕事都要麻烦了 那可怎么办 那圆蓬光是一个傀儡 多有半部阴阳镜 接近莽生的实力 他自己本身的修为 岂不是达到了半部阴阳镜 两成阴阳原力了 再加上这可怕的万门阵 他要杀灵霄 那岂不是一如反常 谁知道呢 除非外面的人能进去救他 否则的话 灵霄危险了 就连中立的舞者们 也开始替灵霄担心了 毕竟圆蓬做的事儿 实在是有些无耻 哈哈哈哈 灵霄 你不是要杀我吗 现在 你还杀得了我吗 莽生也在万门阵之中 但是他此刻 旁边站着圆蓬 顿时信心大增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1540章 太古金屋 释放 你很得意 灵霄不屑地看着莽生道 我说过 侮辱我女人的人 伤害我朋友的人 纵然你上天入地 我也必杀之 你现在 不过是一条在圆蓬面前摇为起怜的狗而已 也配得上得意 听着灵霄的话 看着灵霄那依然不慌不乱的气势 人群中很多女舞者都露出了神望和羡慕的表情 唉 我要是能有这么一个男朋友就好了 可以为了我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欺负我的人 就是啊 不管今天灵霄是死是活 他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也证明了自己的情意 绝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谁更受人欢迎 从议论之中就可以听出来 本来圆蓬的声望还是很高的 石皇子第一 龙皇榜第八 无论怎么看 都要比灵霄更加厉害 然而他做的这事 真是让人觉得寒碜 原非皇子圆蓬 龙皇榜第八 灵霄讥讽的看着圆蓬 眼睛里都是嘲讽 我本来还纳闷 奉鸣无量 怎么会选了你成为石皇子之首 听都没听说过的人 怎么配 后来想想 或许你真的有本事吧 然而 今天我终于彻底明白了 正所谓狼狈为奸 无耻的奉鸣 无量选出你 成为石皇子之首 大概是因为你跟他一样无耻吧 说实在的 你会偷袭 我还真得很意外 虽然丢神皇学院的脸 你可能根本不在乎 毕竟这个神皇学院 从院长到大部分的弟子 那都是无耻之由 稍微有几个有良心 正派一点的 都被你们逼得没办法混了 可是 你难道就不怕 给龙皇山丢脸吗 啊 我明白了 你大概就是因为卑鄙无耻 才会被龙皇山直接撵出来的吧 灵霄这一番话 夹枪带棒 将神皇学院和圆鹏 甚至还有奉鸣 无量 都给羞辱了进去 神皇学院和皇室的舞者 一个个咬牙切齿 可是却也没办法 只能期待圆鹏将灵霄灭了 把那张嘴给撕烂了 你死了 这玄界不过少了一只蝼蚁而已 你认为谁会在乎我圆鹏怎么杀死一只蝼蚁的吗 无耻 你随便怎么说吧 只要杀了你 我不仅不会被视为无耻 反而还会被你们神皇帝国视为英雄 搞不好还要给过修建一座生词呢 你信吗 圆鹏丝毫没有在意灵霄的话 对于无耻的人来说 这点事真不算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已经不要脸了 啪啪啪 灵霄拍手道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这个无耻的国度 正需要你这样无耻的英雄 只可惜 我这只蝼蚁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杀死的 你可要做好阴沟里翻船的悲剧结局哦 等你死了 各种烂菜叶子烂鸡蛋 都会往你身上扔 各种脏水也会往你身上泼 到了那个时候 没人会在乎你是什么弑皇子之手 什么龙皇榜第八 所有人都只会把你当成一只肮脏的老鼠 偷袭别人 反而还被别人杀死 虽然灵霄的话 很是灵力 也很是自信 可是许多人却感觉到有些不解 面对龙皇榜上排名第八的原非皇子圆鹏 再加上虽然受伤 但却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莽生 灵霄还能有胜算吗 更何况 灵霄此时还被困在万门阵之中 陷入了彻底的烈势 他那番话 是当真的 人们企图从灵霄的脸上看到一抹惶恐 那么 只有一丝也好 但是没有 灵霄的表情依旧那么淡定自若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似的 你现在 也就只能撑嘴皮子上的本事了 莽生不屑道 是吗 骷髅将军 去杀了他 灵霄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冷笑 这个莽生环真是蠢了 明明已经受伤 而且伤势不轻 他真得以为圆鹏能够保护得了他吗 骷髅将军 那空洞的双目之中 鬼火闪烁得更加厉害了 已经从蓝色变成了红色 他转身看向了莽生 而后踏着沉稳的步子 迈了过去 圆鹏 救我 莽生看着圆鹏 大声喊道 放心吧 咱们两个联手 他灵霄必死无疑 这骷髅将军 尽管有点棘手 但是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圆鹏冷冷说道 如果让灵霄 当着他的面杀了莽生 那他圆鹏 还真就是白混了 你救不了他 灵霄冷漠的笑了笑 手中毁灭光明剑的气息 骤然间变得更为强盛 与此同时 他不再隐藏自己的修为 将修为完全释放了出来 此时他手中的 那把毁灭光明剑 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力量也更加恐怖 万门阵的结界 在这力量的牵引之下 居然开始晃动了几下 第十栋天境 他竟然是第十栋天境修为 我去 这家伙怎么修炼的 我以为他最多第七栋天境呢 太可怕了 这种天赋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让他死呢 他要是不死 那些大势力的所谓天才 岂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废材了 人群中爆发出连连惊呼 这一次 包括那位盟主 也无法淡定了 灵霄现在虽然还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可是如此恐怖的天赋 如此可怕的修炼速度 要不了多久 别说神皇大陆 恐怕就算是白虎大陆 都震不住他了 你还真是让我惊讶 不过第十栋天境修为 虽然不错 但跟我相比 依然相差太大 本来你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现在 你必须得死 你这家伙 真得是太让人嫉妒了 让人嫉妒到罚狂啊 圆鹏也很惊讶 但越是惊讶 他就越不能让灵霄活着 否则 他以后就更没法混了 你杀得了我吗 灵霄看着圆鹏 他的力量 竟然还在提升 众人惊讶地发现 灵霄身后的太古地狱龙虚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一只金屋 巨大的金屋 燃烧着赤金色火焰的金屋 太古地狱龙属于武魂 灵霄还无法完全掌握他的力量 可是这太古金屋 却是纯粹的战役 和光之奥义的招式 他已经完全消化了十成的太古金屋战役 不知道今天 圆鹏能扛得住几成呢 一成 两成 三成 感觉差不多了 金屋战役 并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 因为没那个必要 本章完 1 2 2 3 2 4 5 4 5